欢迎大家来到幼化教育水彩人物的公开课课堂 欢迎大家 咱们公开课呢是一个免费的课程 是一个免费的直播课 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我们的YP的试听课 这两者并不冲突 好 那如果说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课堂的同学 请敲一个1 老同学的话呢就敲一个9吧 我来看一下有多少大可爱小可爱们呢 水晶脑喽 还有悲哀生活 欢迎哈 随意 咱们11期苏城班的随意 还有Sunshine 欢迎 还有MAM 今天同学可能还没有到课堂 一般是7点10分左右 我估计才能够准时到 那我们就唠唠嗑 等一等其他的同学好不好 还有初晓 你也是11期人像的 是的 好 那如果说是新同学的话呢 要记得关注又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回复 水彩素材图 五个字 水彩素材图 就可以拿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绘画的素材 好 同样回复水彩作品图 五个字 就可以拿到 待会我下课了 已经画好了的高清的作品图 你要是想临摹呀 想自己画一下呀 都有一个参考 对于你来说应该会比较需要 在又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上 我们都把资料已经全部放在了公众号里面 需要的话 自己拿好 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 现稿的话呢 怎么样呢 现稿的话呢 那就要加我们的助理老师 因为这个现稿呢 它是种黑白的 比较糊 一定要是高清语言图才看得清 一般我们上传的话呢 就会有一点点没有那么清楚 如果说是素材图的话 它不会太多影响 主要是这个 现稿的话 我铅笔稿 本来就起得很淡很淡很淡 如果再压缩就看不见了 所以需要现稿的话 加助理老师 这是我们助理老师的联系方式 17373116073 来country加什么 country加什么C 赶紧复制粘贴一下 这是不是截图 countryA吧 好 这个是13773116273 这两个老师都是我们的助理老师 一个是6073 一个是6273 我的电话号码是6173 我好像暴露了什么 好的 加我们的这个老师拿到现稿 今天的绘画主题呢 我是要教大家画一张水彩的古风人物 而且我是想要教会小白们也能上手 即使你是零基础 即使你没有画过水彩 你都可以去尝试着画一个这样子的水彩人物 那么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有技巧性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 它没有那么的专业 也就是说要求没有那么高 知道吧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体验一下这个画水彩的快乐吧 所以我包括起形 包括上色有很多小的技巧 你们可能是第一次见到 跟我们传统的水彩绘画会有点不一样 可能你发现 我们画水彩我可能还要用到色粉 可能要用到彩纤 还可能要用到化妆刷 还可能用到硫酸纸 那这些工具都是可以让我们快速的 去掌握一个绘画题材的一些技法 但是它不适合你长期去操作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形 那我们用硫酸纸 那你没有基础的话 你长期借助于一些辅助工具去考型 其实的话就有一点拔描助长的意思 对你的学习不是很好的 那比如说我们会用那些色粉 那这些色粉也是因为你的上色能力没有那么强 或者调色能力没有那么强 所以可以借助一些辅助工具 那么我们肯定不能长期使用 好吗 我待会会一一教大家 所以我提前给大家说明了 这是一堂即使是小白也可以学会的水彩人物画 但是它的所用技法不是传统的水彩绘画 所以待会千万不要有杠筋 要有杠筋的话 那我待会我就不跟你玩了 我们就再也不是好朋友了 因为我上课前就说了 今天是偏向于技巧性的 技巧性是什么可以等于理解为它可以走捷径 你小学的时候是学九九成法表 可是我们今天要教大家是计算机 计算机去算数 所以这是一个走捷径的方式 在你小学的时候用计算机肯定不是好的事情 对不对 你们说是不是 你小学应该学九九成法的时候 你去用计算机 这肯定不是个特别好的事情 那我今天就是要教大家怎么用计算机去画画 可以这么个理解位 所以待会不能有杠筋的 有杠筋的话我们就不是好朋友了 好吗 好的话 我们就拉钩 敲一个音 那我们就开始了 水彩没准备 下期再画 可以 好 那我们画这样的古风呢 特别重要的就是线稿 你的线稿一定要很精准 那么你的线稿如果不准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线稿 所以一定要找助理老师拿这个线稿 线稿的起行方法 我待会再教大家我们先上第一遍颜色 因为水彩画的话呢 就是要等它干 一定要等它干 那我今天用的这个纸呢 是一个水彩的棉浆纸 我没有说水彩的品牌 是因为我在上一节课 公开课我就讲过 这个水彩画主要是有棉浆纸 跟木浆纸的区分 那么像我们今天画了这个画呢 其实对水彩纸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 你家里有水彩纸的话都可以试一下 它对水彩纸的要求不是特别高 只要试水彩纸都可以 那我所用到的这个材料呢 是温纱牛顿割纹的水彩颜料 像这样的绘画 今天的绘画形式 对于水彩颜料要求有没有那么高 所以你只要家里身边上有一些工具的 都可以进行 好 那我们首先呢 是要给它上第一遍颜色 这个颜色的话 相当于就是说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打底的颜色 因为古风的这个人物 第一个是线稿非常重要 线稿待会儿再教 第二个就是一般古风的话 会比较的漂亮 或者比较的优美 或者色调比较的淡雅 所以我们这个上色呢 也偏向于一个平图上色 我们一般来说呢 就是可以先诗画上一遍平图 很简单 就是把水把这个纸打湿 打湿之后上一遍颜色就可以了 然后等它干 等它干之后 然后再用干画法 去画它的头发呀 或者画它的五官呀 这样子大概是两遍 第三遍的话 就可以画一下它的背景 那为什么用水彩 去画这样的一个幅画呢 第一个水彩画起来特别的快 是非常快的 第二个是它能出来古风那种 鲜 那种鲜 什么鲜味 特别鲜 像用我们温大扇的话 就是特别有排面 这个话是不是很熟悉 它的这个画面 就特别可以出现那种 飘渺的呀 特别 舒服的那种温润啊 然后非常清透呀 会非常的舒服的这种色调 它能够非常快 对鲜气飘飘有排面 所以我们就是用水彩去画 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 就是要把你的线稿 要稍微擦浅一点点 我这个线稿稍微画的有点深了 为了方便让大家看到 所以我的线稿颜色稍微越 越深了一点点 那我要把我这些线稿 轻轻的粘一下 把线稿粘浅一点点 好 这个线稿我们看一下 它有个特别大的特点是 唇线是画的特别浅的 所以画古风人物 记住第一个线稿 唇线的颜色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浅 千万不能画深了 画深呢就会有一种 八九十年代嘴巴闻的唇的效果 这堂课是有录播的 录播在哪里呢 关注优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在微信公众号里边 有一个公开课的视频回放 你可以在里面找到 我们的视频回放地址 一般会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我们会把录播上传到 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 对我今天画的是 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山河令 温客行温大善人 它的一个名言名句就是 有排面 我们今天也要画一个很有排面的话 好嘴巴的线稿一定要浅一点 那我就开始了 今天用的水彩颜料 水彩纸水彩笔都没有说特别大的要求 只要用我们常用的一些工具材料即可 因为我们的水彩只是用来做一个打底而用的 好 首先我要用刷子把我的画面给刷湿 第一遍教大家画的是湿画法 湿画法就可以理解为你的水 你的纸面是湿的 这就叫做湿画法 湿画法很简单 先把画面打湿 同样的干画法也很简单 干画法就是把画面是干的时候直接上色 水彩主要分为干湿画法两个技法 我今天因为偏向于干画 我只是第一遍湿画而已 所以我并没有标指 待会儿只会有点起梗 是属于正常现象 好了 看一下 把板子侧过来 一般刷完水之后 要把板子这样侧过来 看一下你的画面是否全部刷满水了 如果你有一个小割拉脚 水没刷上的话呢 那你的这个颜色 它就会熨染不开 或者颜色就不会均匀 就不好看了 好 这个水已经刷完了 刷完水那我们就开始调色吧 首先我们调一个皮肤的颜色 皮肤的颜色是怎么调的呢 教大家哈 首先我们是黄种人 对不对 我们可以加一点黄色 你看我们是黄种人 咱们就可以加一点黄色 好 黄种人加完黄色之后 有没有感觉有点太黄了 是吧 黄的有点像是面黄肌瘦 那这肯定不行 那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点红色 可以加点大红 加一点点大红 好 加完这个大红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颜色 它就成了一个橙色 还是没有那种肉色的效果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加一点点玫瑰红 玫瑰红是偏紫色调的 偏紫色调的 加一点点玫瑰红 好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感觉开始有这种 粉粉的肉色的感觉了 这是我们的三个颜色 好 那粉粉的这种肉色 一般是画女孩子 会用的多一点 男孩子你画的这种粉嫩粉嫩的 会有点 有点娘娘的对不对 为了让我们的男孩子的形象 更加硬朗一些 所以在调男孩子的皮肤的时候 我们通常还可以加一点点黄绿 加一点点 加一点点黄绿色 它就会让你的这个 一点点就好了 让你这个颜色稍微 暗一点点 脏一点点 会显得有点硬汗一些 你看 调一点点 那如果你的颜色 你看比如说 你如果颜色 我黄色加多了 你看黄色太多了 那我就干嘛 我就多加一点点红色 中和一下下 如果我的红色加多了 我就加一点点黄色 中和一下 所以这个调颜色多少 你自己去尝试哈 你去尝试就好了 这个没有一个绝对说 一定要用什么颜色 没有这种讲究的 好 那我就把这个颜色调完了 你看 调完颜色之后 那我就直接给它上色了哈 我觉得红色还可以多一点点 还是有点太黄了现在 所以我就加了一点点的红色 我用的是扒开的 那我们这个颜色平涂就好了啊 包括眼睛里边都是可以平涂的 完全是可以平涂的 完全没问题的 直接平涂就好了 好 因为我 因为我说了我没有表指 所以我的指是有点起拱的 这个没有关系的 好 这是一个黄黄的 看一下好 它是一个黄黄的肉色 看到了吗 黄黄的 直接平涂就好了 平涂还是会的吧 大家 平涂会 有这个信心可以画的话 敲个一 是波波老师吗 是的呀 除了我还有谁呢 平涂哈 这就是平涂就好了 平涂是不讲究的哈 你这个 是网数的图 还是横的图都可以 这里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配色 你的颜色是要准的 刚刚我们用到的这个调色的方法 黄色加大红 加一点点玫瑰红 再加少量少量的黄绿 一定要用黄绿啊 你其他绿色不行 如果是深绿色的颜色就会很丑 一定要用黄绿 记住了哈 是黄绿 黄绿 黄绿 记住了啊 一定是黄绿 记住没有 苦口婆心 我真的是 一定要记住哈 是黄绿 好 那旁边的话 拿这个颜色都扫开就好了 如果没有表纸的话呢 我们就比如说这个表纸 没有表纸 那这里就会有颜色沉淀 那我们尽量就是要把它扫开 要扫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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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个道 然后上班去 好的 上晚吧呀你 好 这是一个黄黄的调子 上晚你看 这一条 这就是你没有表纸 这里就拱起来了 它就像一个小小的河流一样 水就堆积到这里了 所以你要趁着它 把它刷开 尽量不要让颜料堆积到你的面部 好吗 就是尽量不要让你的颜料堆积到你的面部 这是一个要注意的事项 一定不要让它颜色堆积到面部 好 好 我们大概这个湿花要上两遍 因为它第一遍上完之后 颜色会有点浅 那我们现在接着干嘛呢 现在就开始上头发的颜色 这个头发的颜色呢 我们要区分一下它的这个冷暖 比如说上面这一块来光的地方 它是一个偏向于暖色调的 对不对 它的颜色会暖一些 那我们就可以 暖色调说错了 我们可以用一点点的蓝色 蓝色里面加一点点黑 呦 加错了 这是一个紫色 蓝色哈 我们加一点点蓝色 蓝色里面加一点黑 不能是纯的蓝色 纯蓝色的话就会有点丑 蓝色里边 你看这里是蓝色调 这是一个浅蓝色 它因为它是一个有逆光的效果 那我们这里是一些浅蓝色 包括还会有一些紫色调 嗯 我这个画面它老是有一点点水 水流会堆积 你们看到这个水流堆积吗 为了让这个水流不堆积的话 我就把画板稍微立起来一点上色 最好还是要表纸啊 不表纸的话 这个画面就不怎么好画 你们看一下哦 我就是为了让我的水流 尽量不要堆积到一起 所以我就把画面立起来 画面立起来 你的颜色就会像瀑布一样流下来 大家看到了吗 像瀑布一样流下来 这个是有多余的水 没关系的 这个问题不大 那这一边颜色就是你可以随便画 你不需要考虑说 哎呀这个颜色没上好呀 或者这个颜色上得不准啊 怎么办 不需要考虑这些事情的 只要你 只要你这些颜色是用对了的 直接画就好了 画多画少都没关系的 所以你看我又秤诗给它画一遍 画一遍 因为它颜色有点浅 所以我们就秤诗 这个叫做 因为为什么要湿化 因为湿化上出来的颜色 它会特别的均匀 待会等它干了之后 颜色会特别的均匀 为什么要湿化 因为湿化的话非常的均匀 你们如果想要你的 这个皮肤的底色 很均匀很均匀 就像给它打一个粉底一样 但是呢 你们尽量是表纸吧 我今天是因为没有 我表错纸了 我表了一张粗纹的纸 结果我上课要用细纹的 就没有来得及去表纸 所以我的画面就老是有一些颜料堆积 有点烦人 好 接着是干嘛呢 上这个 我们刚刚不是拿了一点黑色吗 把这个黑色上上去就好了 这是一个咱们的这个黑色 画头发 直接黑色画上去 画黑色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是像 你的水 稍微的比上的水 稍微的少一点点 因为你的水用多了就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 它确确实实 会有一点点颜色熨染就没有那么漂亮 好 为了让我们的背景 跟咱们的背景 跟头发颜色更加的衔接自然 你看 我就给这个画面 给它上一个背景 上一个背景 那这个就是一顿乱涂 这个是完全没有特别多讲究的 你想怎么涂就怎么涂 因为它是一个浅色 你想我头发反正要化成黑色调的 我现在这个背景化身化前 那不无所谓的事情 对不对 我现在这个背景化身化前是无所谓的 没的关系的 只是上一个底色调子 你看这个颜料 你看堆积到这儿很难受的 轻轻地吸一下把它吸走 颜料堆积到这儿很难受 好 在画完第一遍颜色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开始做一些机理 这些机理会让你的画面有那种 就是有那种水墨一样的效果 水墨化的效果 那这个怎么做呢 一滴清水滴上去 一滴清水好 来 用一滴清水滴在这个背景上 让你的画面有那种 就是要撒一点清水上去 让你的画面有那种 水墨 晕开的效果 看到这些水花了吗 这些水花就会有那种 晕开的效果 那 点到这里的水花 这是第一遍颜色 好 我们待会还要去上颜色 先我们一遍一遍地上 不着急 一遍一遍颜色地上色 好 那趁它还未干的时候 我再给它衣服上一个蓝色 接下来就可以等它干了 那这一层颜色非常的浅 非常的淡的 不需要上很深 非常的浅 非常的淡 衣服的颜色 咱们可以稍微地画 画深一点点 这个只要是涂色就好了 把脸上的颜色 衣服的颜色 分区域涂就好了 不需要讲究说 涂得多均匀 或者多舒服 这个不讲究的 涂成什么样都行 涂成什么样都行 还可以干嘛呢 趁着湿 往画面甩 你看我这是笔 这个是一只画笔 往画面甩一点点 这种蓝色的点子 这种小点点 这个就是什么呢 它会有那种 飞溅的效果 到时候跟我们的画面 会更加的相融一些 你们看 现在是不是古风的这种气场 这种排面就有了 有没有 有的话敲一个一 那这种排面 是诗画法做出来的 是诗画法做出来的 记住 要诗画法才能做得出 这个排面 特别温润 特别飘渺 特别鲜 鲜气特别足的 这样子的感觉 特别鲜 有一种 飘飘君子的感觉 那这一定是诗画 那这个诗画我也说了 它不讲究你的 对你的技法呀 对你的指呀 对你的能力 没有太多 这个讲究的 只要你的上色 只要你会涂色 然后会根据 我刚刚调的这些颜色 能够会调 一切就没问题 就可以把这个画画出来 好 那上完这一遍之后 我们就要干嘛 等它干 要等它干 现在开始 我要去把它吹干 我要拿开咯 那我们刚刚 有两个很重要的 一个就是 后面撒了一些水珠 也撒了一些小的蓝色点点 这些点点到时候 在我们的画面 会冲开很多漂亮的水渍 好 维维帮我吹干一下吧 让维维老师 帮我吹干一下 最近刚了解诱画 看了些公开课 是不是感觉发现了新大路 井井只是很不错吗 堂堂 坎迪 井井只是很不错吗 对 维维老师 维维老师在画画 维维老师画了很多漂亮的画 维维老师本身也是水采专业毕业的 好 接下来呢 我就要教大家线稿 起行 这个线稿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走捷径的方式 所以我反复强调好 这个方式 仅仅我只是示范给我们 完全是小白 完全是零基础 然后想要第一次尝试一下水采古风的同学 去使用的 我不是教你们起行 我只是教你们一些走捷径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不适合长时间或者长期使用 而且尽量没有基础的同学 想要起行起得准 想要起得好 那就是踏踏实实跟基础课 或者学素描 或者踏踏实实的画素写 画素描去锻炼你的形体观察能力 如果没有基础的话 你这个起行一般来说人物是很难画准的 所以今天走的是一个捷径 但是它不是一个我们正式上课 或者我们系统课里面会上课经常用的方法 只是一个捷径 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敲个一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太多的依赖这个捷径 好 这是我们应该说是大婶们常用的 好 像我就常用 为什么呢 你像大婶们 我肯定起行起得准 对吧 我肯定画也画得好 但是呢 我画画我需要时间 比如说我一天上几堂课 我想画得快一点 想要画的时间快一点 然后想要效率高一些 所以我们就会用那种起行快的方式 我们起行快的方式叫做拷贝 当然这个拷贝的方法呢 也是有利也有弊 零基础的人 你用了 你也不一定画得准 因为其实画画不一定是说你行准了 你就画得好 尤其是画素描啊 超写实啊 采线 你行准了 你会发现你画着画着它也就走行了 对不对 这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喜欢画画 有机会还是踏踏实实的把基础打好 如果说兴趣爱好想要尝试着玩一下咱们的水彩古风 那我们可以来用这样的方法起行 这个方式叫做硫酸纸 硫酸纸拷贝 那硫酸纸是什么呢 这是一张透明的纸 你看 这是一张半透明的纸 我通过电脑拷贝的方式 我把这个线稿已经拷贝在了上面了 这个拷贝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把这个纸蒙到了我的这个素材上面 然后对着这个素材 我用4B的铅笔把它的轮廓给勾出来了 把它轮廓勾出来了 那我一般是在哪一面勾的呢 我是在这一面勾的 你看 这是我这一面的颜色深一点 看到了吗 我是在这一面勾的形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可以擦掉的 你看一下 我可以把眉毛擦掉 我是在这一面勾的形 那大家发现我勾的这个形跟素材图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勾的这个形跟素材图有什么不一样 你看我是在这一面画的 可以擦掉的 这铅笔稿是在这一边 是在这一面 看一下跟素材图有什么不一样呢 找不同 对 它是反过来的 它是一个镜面 那为什么要反过来呢 你看 如果说我想把这个铅笔稿 踏到这个纸上 对吧 铅笔稿它是有铅粉的 所以你把它翻过来 它就可以踏到这个纸上 那踏到这个纸上 这样才会是正的 对不对 那我们要记住 你们想要用这个线稿的话 要用翻转的 好 那么把这个线稿贴在我们的水材纸上 好 用胶带固定一下 用胶带固定一下 胶带固定一下 好 固定之后呢 然后再用一个圆润的 像这种圆润的物体 去把它的形 圆润的物体 不能用太尖锐的 尖锐的话会把纸面划伤 然后把这个 所有有线稿的地方 用力的去这样子推压一下 像是我们有那种副鞋纸 其实这个功能就跟副鞋纸的道理是一样的 还有那种 古代的 比如说刺绣啊 刺绣的话 它也是用这种类似的方式 把线稿踏上去 像我们古典油画呀 还有那种壁画呀 还有那种 那种 石头上面 去画画 比如说我们叫做壁画 漆画呀 都是用这样的方法 去把这个线稿给踏上去的 这个方式不吃常用的 我说了 这只是一个捷径 你想快速地玩一下 水彩人物 那你可以走一下这个捷径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画好水彩人物 或者画好人物 那你是肯定要踏踏实实学理论的 踏踏实实学透视 学起形 学观察 学五官结构 肌肉结构 人体的五官比例 这些都是要学的 这个捷径不要经常走 只是偶尔咱们可以玩一下 当然你的基础很好了 你是大神了 你可以画出你任何想画的东西了 那你就可以常用 因为你已经会了呀 你可以画得很好了 对不对 那我何必浪费那个时间去起行呢 那我还不如把这个时间节省出来 所以你像我那个时候 在四川美院读大学的时候 你像我们系的那么多大神 厉害的艺术家老师 他们都是用拷贝的方式去起行的 拷贝 你看我们这个是拷贝纸 然后还可以用什么 用投影仪 有没有见过那种大型墙绘 它是把投影仪投到墙上起稿的 见过的话敲个印 起行的话就有很多方式的 还有就是如果说 我要进行一些大型创作 像比如说我最近创作的那个 我创作的一个斯藤 最近在画一个斯藤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你想你看这种这种稿子 这是自己的创作嘛 你要创作的话 你想我可能画一个小线稿 要画很久 然后我在这个画创作的时候 我的思路 我思路可能只画这么大 那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把小稿画出来 然后把它放大 放大之后再用办法 用这种扩印的办法 扩印到我的成品上面 能够理解吧 能够理解的话敲个一 那这种方法是我们一般 在创作的时候常用的 但是不是小白们在学习路程中用的方法 这个方法我只是教一下你们 对啊 我今天画了一个景天的斯藤 因为我觉得它那造型太美了 所以我就画一个 你洗一下 你洗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边翻转过来 猪猪好久不见呀 好 那你们看一下 那我们是不是就快速的 把我们的线稿 破印上去了 竞争奇迹的时刻来了 来 看一下 竞争奇迹的时候 OK 棒不棒 好玩不 觉得好玩的话 敲个六 反复再次强调 小白们 仅仅只能用来玩一下这个方法 然后大神们 是可以用来做创作的 没有技术的同学 一定要踏踏实实的 跟素描学起行 好 那我们这个纸叫流算纸 如果说你们想要买的话 在优化的店铺也有卖的 在微信公众号有一个微店商城 你们也可以进行购买 这个非常方便 可以反复使用的 你把它擦掉就可以反复使用 它是很快的 你看 它可以很快的被擦掉 看到没有 特别快就擦得干干净净 看到了吗 但是一般这种纸很便宜 我们通常不会反复用 好 好 这就是一个草稿 这个草稿 弄好了之后呢 还要干嘛 还要订稿 为什么要订稿 你看 你如果说一擦 一蹭它就掉了 看到了吗 因为它是一些铅笔粉末 粘到了纸上 它一擦一抹就掉了 那我们订了稿之后 还要拿铅笔 把它的形 再描一遍 所以你 起行的时候 就要废一些事 但是 废完这个事了 就简单了 你看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 把它的线稿描出来 那骨峰的线稿的话呢 要注意 画骨峰的线稿 一个是嘴唇 不能卡死了 只能画一下这个唇线 唇线画一下 嘴唇轮廓 一定记住 轻轻轻轻地描一下 嘴唇轮廓是非常轻轻地描一下的 好 鼻梁可以卡得死一点点 眉毛的话 好 眉毛的话呢 我们先把眉毛这个眉形画出来 然后大概你看 两个眉毛组成一个小尖尖 把眉毛画出来 好 眼睛再描一遍 眼睛描一遍 眼珠画出来 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咱们的线稿定出来即可 好 那么如果说是有基础的同学 我们就可以干嘛 直接手动起行就好了 定出什么 定出长宽高 是吧 定出这个人物的长宽高 好 再定出这个人的三挺五眼 眉毛 三挺五眼是指的什么 回顾一下 所谓画三挺指的是 额头发肌线到眉毛 眉毛的距离 然后眉毛到鼻底的距离 好 鼻底到下巴的距离 有没有看人家看过别人画素描 你会感觉他一画素描的时候 就是这种竖的长的竖的长的线画好多 有没有见过 以前是不是有点好奇 这是在干嘛 有见过的话敲个一 好奇的话敲个二 其实他就是在用我们的三挺的方式 去找他的五官比例 那这个三挺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我们说的三挺 天挺的挺 三挺 三挺分为什么呢 上中下三挺 上挺这是上 这是中 这是下 通常来说 一个标准的每人 三挺的比例是对等的 所以它是一比一比一 这是我们三挺的比例 那你说就那么巧 每一个人都是美人吗 你们自己看一下自己的镜子 觉得自己的三挺比例是 一比一比一的话敲一个一 觉得不是一比一比一的话敲一个零 有发现有吗 如果不是的话敲一个零 是的话敲一个这个一 我恭喜这些敲一的同学 你们都是大美人 反正我不是的 我的三挺是也不准的 好 那么我们如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 那我在画型的时候 还要画这三条杠干嘛呢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标准呀 对不对 假如说 我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 那个光晓彤 光晓彤 国民闺女 闺女 她就是典型的 她的中挺要长一点 那我是不是找到 我先找对等的很好找嘛 一二三 对等 对不对 然后我发现这人鼻子长一点 那我是不是就是把这个中挺往下挪一点点 我画鼻子 我把鼻子延长 把这个鼻子延长下来 是不是就能快速的把这个人的比例 找准呀 发现这个很有趣的地方没有 哎我发现她的额头比较高 比较大 像我们的杨幂 秘密是吧 发际线比较高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上挺挪上去一点点 这就是我们通过三挺的方式 能快速的找到你的眼睛鼻子嘴巴的位置 好 记住这个方法的话 敲一个六 所以有的时候看到别人起行 哎呀 横的是吧 横的竖的 这样子 这样子勾起根线 是吧 是在干嘛 就是在找三挺 好 找到三挺之后 刚刚有同学说这个是五眼 那五眼是什么呢 五眼指的是我们的人的宽度 一般来说 这个眼睛好 眼睛这边平行画一条线 整个人物的宽度 大概就是有五个眼睛宽 你看比如说这里是 这里是一个眼睛 两个眼睛 三个眼睛 你看 这边大概就是 这边是有四个眼睛 可是如果说你把它平分处理 你看眼睛的宽度 是这么宽 它基本上能够达到就是五个眼睛的宽度 那一般来说 这个五眼指的是正面人物 是一个正面的人物肖像 侧面肖像用的少 比如说这是一个正面的人物 他的脸是正的 好 看一下 那这个是他的眼睛的位置 我们说的 这个眼睛的位置 那他整个眼睛的宽度刚刚好 一个眼睛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是指的是五个眼睛 那侧脸的话 一般是不适合的 但是如果说你把它的 这个 这个 脸 就侧脸 你看侧脸整个长度 然后平分成五等份 这个五等份的长度 差不多刚刚好 就是一个眼睛宽 只是说没有那么标准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五眼 五眼常用于正面人物 侧面人物相对用的少一点点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起行 如果说你没有流散指 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起行 那这个起行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知识点 是在于嘴巴 很多人会习惯性的下庭定好之后 他喜欢把这个嘴巴的中线找出来 然后习惯性的喜欢把这个嘴巴的上嘴唇 就是这个唇缝 画到这个正中间 有过这种习惯的话 敲一个零 那这个就注意了 我们通常下庭的嘴巴的 下庭的中线 就是下庭的中线 通常所代表的是下嘴唇的轮廓 你看 下嘴唇的轮廓刚刚好在这 这是一个小秘密 定出三庭之后 找嘴巴的时候 通常来说下嘴唇的 唇线是整个下庭的二分之一 你看 知道这些比例关系之后 以后起行就会准很多很多 好 那我们这个行就搞定了 今天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画 所以你们没有基础的话 也可以尝试 那我们这样子非常浅的一个色调 已经画面干了 这是一个水彩画的色调 那这个色调画完之后呢 头发的颜色还是会有一些浅 人物的颜色也会有一些浅 所以我们要开始干嘛 我们要开始上第二遍颜色 大概要上两遍颜色 我们第一遍是湿化 那这一遍我们就可以用干化 一样的方法 干化 同样是调出这个肉色 我们之前这个肉色已经调好了 你直接用就好了 之前这个肉色我们已经调好了 直接刷就好了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直接平涂就好了 第一层湿化 第二层干化 第一层湿化 第二层干化 看到了吗 直接平涂 眼珠的颜色也是可以平涂的 这个方法是超级简单的 没有基础也可以学得会 只要你有工具材料 你有这个工具材料是非常好跟上的 大家有水彩颜料吗 有工具吗 水彩颜料水彩纸有吗 好 这一层颜色 颜色就会画的稍微的 深了一点点皮肤的颜色 好 为了让它颜色匀一点点 我又竖像画了一下 颜色涂匀一些 接着呢 就是把它的头发颜色也画一下 头发颜色 头发颜色不要画深了 我现在就是画的有一点点深了 所以我要给它 给它加一点点水 把头发的颜色又画一下 这个是干化了 直接干化就好了 直接干化就好了 这边是冷色调 蓝色调的冷色调 头发这 直接画蓝色调的冷色调 好 头发的颜色有深一点的地方 我们就加深一点点 好 衣服的轮廓要开始流出来了 衣服这个轮廓比较重要了 要流出来了 这个是干化 好 干化之后 背景要跟上 背景我们可以画成紫色调吧 好不好 背景画成紫色调 好 背景要多一点水 比如说这些地方 我就要多刷一点水 背景多刷一点水 好 背景 我刷的太慢了 手好酸呀 用一个刷子吧 直接用一个刷子画背景 看到了吗 直接用一个刷子去画背景 太酸了 我手画的太酸了 直接用一个大的刷子去画背景 这个颜色又深了一个度 因为我们之前画的颜色有点浅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颜色进行加深 现在是在 把颜色进行加深 画一个很淡雅的调刷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干嘛 衬湿 这个时候就是要衬湿去进行了 皮肤颜色 我继续又给它上一层 我这个没表纸画起来就会很心累 不停地它的纸就起拱了 纸就脏兮兮的了 因为没有表纸 你们一定还是要表一下纸 对啊 用的温纱牛洞的颜料 好 这一层画完之后哈 就可以又给它吹干一下了 一定要给它吹干 这一层画完之后又干嘛 又给它滴点清水 看一下哦 这个清水滴起来就很明显了 我们还可以滴一些深色 大概就是两遍这样的步骤 这个步骤就是你没有基础也可以学会的 也可以画得了的 这不是说 没有 就是一定要基础啊 一定要绘画画 这是一些黑色看到了吗 这种黑色的熨染的效果 在画面画一些 随便点啊 这些颜色你随便随便画 这种墨色的感觉 随便在画面进行的 好 滴出这种大水珠 这样子就会让你的画面 有一种那种水墨的韵味 甩很多水珠 只要不甩到脸上都没问题哦 只要不甩到脸上都没问题 那这个就是你随便去弄 你可以小朋友一样 你爱怎么弄怎么弄 你像我的话就会重点把 深色画在这个 画在这个头发的整个后背着 那我说了哈 这个真的是很随性的 没有要求的 你爱怎么画怎么画 想上什么颜色上什么颜色 当然你要是表了纸的话 画起来会更加的舒畅一些 我这个主要是没标纸 所以画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好画 想画什么颜色画什么颜色 好 这个时候你们看我这个脸上有一笔败笔 看到了吗 这个脸上有一笔败笔 如果说我已经发现了 你看我脸上有一笔这样的败笔 怎么办 怎么办哈 赶紧重新画一遍 我这个脸上有一笔败笔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哈 颜色没有涂云 那你如果说脸上有这种败笔 赶紧全部涂一遍 就给它重新涂一遍 它这个败笔就好了 如果有败笔的话 就全部重新再涂一遍 如果没有败笔的话 你就不要重新涂 我这个是有败笔的 那我赶紧全新全部重新涂了一遍 好 这个时候干嘛 还是老样子哈 老样子 吹干它 点一些水珠 点一些水珠 对啊 还可以拯救啊 好 现在干嘛 又去吹干 来 吹干一下 唯唯我们的亲爱的唯唯老师 这一次千万别弄坏了 让唯唯老师帮我们就是 吹干一下 好 那趁着这个空档 唯唯老师又要吹了 是的 唯唯老师又要去吹画了 趁着这个空档 大家对于水彩画 有没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都可以问我 我给大家解答哦 大家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呀 对于水彩画 或者对于画画 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呀 你们先打字 好 来问我 那这个空档 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 我们优化吧 优化呢 是成立于 2016年 主要的话呢 是做美术教育培训的 早期呢 是以免费的公开课为主 后面因为我们课程比较 精致 然后喜欢的人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慢慢地开设了一些 YP的课程 也叫做系统课 那系统课的话呢 目前开设的有彩铅 水彩 油画 素描 只要你能想到的 关于绘画有关的 我们都有开设 陶陶琳琳说 老师 线上 老师 线上学画画比较好 还是线下学比较好 是吧 那我觉得嘛 这个 最近看了几个线下画室 不知道怎么选 我是这么绝对的好 就是说线上好 线下好 这个问题问得太绝对了 我觉得线下也有好的画室 线上同样也有好的机构 具体是哪里学比较好 这个我觉得就是 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 而且各有优缺点 没办法说 做一个统一的比较 因为我觉得 学习画画最主要的 或者说学习 做教育 最主要的是 你要找到一个 好的老师 好的课程 好的教学体系 很简单 打个比方就是说 我听这个老师 我听得懂 我看得会 我画得了 那基本上可以肯定 就是说 我能耐心听下去 我也喜欢 那这肯定是个好老师 那如果说 这个老师 你觉得 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然后我也不知道 他在画什么 我上了他的课 我也画不出来 我自己也没有提升 那么无论是线上 还是线下 基本上 咱都可以考虑不学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的话就敲个一 那各有优缺点 那肯定有优缺点呀 你比如说 像我们天地一百个说 线上学习更加自由 细节也说得更加详细 那线下学习呢 可能就是在你身边 你能够看得到老师 老师画成什么样 你也知道 对不对 这肯定各有优缺点 可是因为我是从 从小学一年级 我六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学画画 我自己从来没有自学过 我从小就是 我妈妈把我送到画室去学习 从小就是接触的 比较专业的绘画 所以我个人觉得 学习画画的一个学习 好的学习方式是什么样的 我给你讲一下 也给我们其他同学 扫一下盲 让你们怎么更好的 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重要的 关于学习方法的问题 是蛮重要的 好不好 首先学习画画 我们的目的是 肯定是要画得好 对不对 我们肯定是要画得好 然后画得出 是不是 或者说画得像 这是我们的所追求的 所以对于老师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传统的绘画教育 大多数我小时候也是这么教育的 所以我学了二十多年 我也才学成这样 也没有特别特别厉害 也没有特别特别好 是吧 因为我可能前面十年 都是白学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我在小学跟初中的时候 我老师几乎是不做示范的 我在画室是怎么学的 跟那些小朋友 然后老师把一个素描 在那个进屋台上摆几个罐子 摆几个石膏 然后摆几个苹果 就让你这么去画 你们有没有感觉 你们对于绘画的了解 或者说一说在画室学习的概念 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的 是的话敲个音 所以传统的教育的话 老师美术教育里面 他还没有很科学的体系 或者说在我们中国 还没有到很科学的状态 在十年以前 或者二十年以前 那所以我在 大概我在学画头十年 我都不知道素描是啥 我根本不知道素描是啥 所以我画得很痛苦 我到现在都不画素描 你们看我上过水彩课 彩纤课 油画课 我啥课都上课 但是我基本上没上过素描课 因为我真的不喜欢画素描 因为我头十年画素描 特别特别的枯燥 那我是怎么学的呢 老师不示范 天天让你自己在瞎画 那首先这样子的方式 排除掉 如果说你一间画式 老师就让你自己画 自己画 自己写身 不给你做示范 没有示范 示范没有 没有 理论没有 理论没有 然后讲解没有 基本的握笔 基本的排线 基本的调色 基本的材料 材料选择 因为材料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其中任何一项 在第一节课不涉及到 或者说在你的前五节课不涉及到 直接可以pass掉 你试听 因为你去线上 你肯定要试听嘛 你在线上你也要试听嘛 老师不给你讲这些东西 咱们就可以不选了 这老师肯定是不专业的 也肯定是学不好的 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了 我总得入门 我得知道 我得选什么笔 怎么拿笔 怎么调色 怎么画明暗关系 怎么画五大调子投影 是不是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咱们得是要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 自己画自己写生肯定不行 那这样的老师咱就不考虑 而是要选择什么 这个老师最好是 最好是每次你上课的时候 都能给你示范 如果做不到每一次 每一次 每课示范 如果做不到每一次示范 那至少说一周给你示范一次 一周至少是要的 一周示范一次 都是好的 那都是可以考虑学的 如果做不到 也可以不跟了 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像我们以前就是 我在画室上课 老师是给我们放视频的 看视频里的老师去画 因为我们老师不示范 他不示范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自己的专业能力也不行 就一示范就翻车 其实因为老师做示范 对于老师的基本功要求 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对于写生而言 是很难的 你会肉眼可见的感觉 老师你这个画得不像 老师你这个画的 这个苹果画成的樱桃 你会肉眼可见的画得不像 这个时候老师可能就会说 同学你这个画苹果 咱们不能停下于表面的 只要画得像 主要咱们是要学理论 如果老师要这么说 这说明这个老师 肯定是在忽悠你 那示范对于老师的能力 要求是很高的 尤其是现场示范 尤其是直播示范 不管是在画室 还是在线上 都非常的重要 你的基本功 基本上能显现出来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这个老师也是不行的 你可以不跟他学了 明白了吗 好 而且这个示范是要干嘛 记住 是边讲边示范 一定要是边讲边示范 要讲的你听得懂 小白学习最关键的 就是一个懂字 你听不懂啥都没用 是吧 你听得懂你才画得了 你听不懂是绝对不可能画得了的 所以只要你不懂 一切都白搭 一定要讲的你听得懂 你像我们线上对于老师的要求就极高 线上的话 对比线下的老师要求更高 因为 百分之九十九 应该说百分之百的线上教育 老师的示范 老师的课程讲解 就是要比线下的话是 要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多一些 这是一个现实 实事 求是的说 目前就是这样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 第三个 老师改不改画 改画 有同学觉得改画就是说 老师在你的画上做改动 对吧 这是第一个 这也是一种改画 第二个是什么 老师把你的问题指出来 让你自己改 也是改 那老师改不改画 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 一般来说 如果你实测画里面 有九次老师都帮你改 那你也可以不学了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改的话 永远都是老师的本事 你是学不到的 你的问题不解决 我们叫做在哪里摔倒 在哪里爬起来 如果你在那摔倒了 你在那爬不起来 是老师帮着你爬的 老师帮你浮起来的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老师偶尔 可以给你改一下画 但是不能每次都改 那如果说你在画是 老师长时间 或者你在 因为我们线上就改不了画 你如果是长时间 给你改画 那这是肯定不行的 偶尔改一下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自己改 那这就是你去选择 线上教育机构 学习的重要性 你在学习 前两步找对了 老师也好 自己也会 是吧 最后就是一个提升问题了 我每一张画 是否有进步 我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这就是你的问题 能不能解决 那最好是什么 老师能够每天 对你进行作业指导 或者你每一次画完画 老师都能够一对一的 给你指导出问题 让你自己把画调出来 比如说我一张人物是吧 画一张人物 这个脸尖了 我给你指出来 脸尖了 要改大一点 眼睛画大了 我给你指出来 眼睛要画小一点 背景颜色要画深了 我给你告诉你 背景颜色要浅一点 然后你自己再去改 那所以改画的话 分为老师改 跟自己改 如果你两者结合 是最好的 好 至少是要做到每一次 每一次老师都要改 老师都要改 最好是每一次 每一天老师都要改 为什么呢 因为学习是一个爬山 它是一个长途的 长途的征途 长期征途 你不是说一天 你改一次就好了 你大概是要持续性的 学习个 三个月到半年 你才能够把一个习惯养成 我们说一个好的习惯养成的话 只要持续做20天嘛 20天就可以把一个 好的习惯养成 我还没画完 刚刚去把画面吹干去了 然后刚刚有同学问我是 线上学习好 还是线下学习好 我就在说怎么教你们 去找老师 好 满足以上条件的话呢 那基本上 这个老师 你就可以跟他学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其实都是一样的 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 敲个一 刚刚是谁 是那个 那个同学 你懂的吗 我们不应该是 选择线上或者线下 应该是你要选择一个 你要怎么 在这个分杂的市场 选一个好的 适合你的机构 适合你的画室 适合你的课程 这才是最重要的 要不你即使花了一两百块钱 那也是浪费 那有可能你选对了 花了一两万 那也是值得 对不对 你要物超所值的话 一定要选好自己懂的 莉莉 谢谢你 谢谢你对优化的夸张 那话都说到这份上 你就直接来优化学呗 还有啥好犹豫的 在场的每一个 能够把优化的课程 听进去的同学 那肯定都是多多少少 喜欢画画的 对不对 那肯定都是对于画画 比较热爱的 就直接来优化不就好了吗 还有什么好纠结的 还有什么好纠结 去线上还是线下学的 来优化不就得了 那我就顺便推荐一下 喜欢我们优化的课程 觉得听得懂学的会的同学 关注优化教育微信公众号 可以加入我们 当然你也可以联系 我们的客服老师 了解我们的课程详情 17373116073 加一下我们的客服老师的微信 这是小助理 17373116273 可以截个图 加一下老师 尤其是我的水彩课 在下一个月就开课了 好 等待你的加入 好 那这个画面就干了 这个画面有很多漂亮的水渍 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些地方 它会有那种 墨散开的效果 那这些都是很漂亮的 我们要留着它 你们现在看着不舒服 待会我就教大家 怎么画的舒服 那我们就开始来 塑造一下五官吧 塑造五官的话 我们就用小一点的笔 这个是干化 干化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画眼睛 只要 拿一个这种黑色 这是一个黑色 把这个眼珠子平涂就好了 你看这个眼珠子 平涂肯定会啊 画一个浅浅的眼珠子的颜色 眼睛的高光 我们 我们待会用高光笔去提就好了 眼珠子 直接拿一个黑色去画就好了 你的形是准的 你就是简单的 像秘密花园一样涂色 它的眼珠比较黑 好 画完眼珠之后 还可以干嘛 顺着这个轮廓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眼线 画出来 一个黑黑的眼线 眼线 包括它的双眼皮 双眼皮 像是一条黑线一样 我们给它都涂出来 这个方法很简单嘛 这方法一点都不难嘛 好 然后顺带着 我们用这个尖尖的笔 把它的下眼皮的轮廓 也轻轻地勾一下 这是古风人物的画法 古风人物画法比较简单 相当于是轻轻地勾了一下 好 眼珠的话 要等它干一点 等它干一点 我们现在就差不多 干得差不多了 把它黑色的瞳孔画了 它有个黑色的瞳孔 对不对 这个叫做瞳孔 颜色黑一点 谁都有个黑色瞳孔 好 黑色瞳孔画了之后 就会有一点点奇怪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 我们这个眼珠还有什么 你像我们的眼睫毛 如果 眼睫毛 是不是可以把眼睛的光 稍微挡一下 那挡一下你们看 它是不是会有一点投影 那我们就把这个上眼皮 眼睫毛 在眼珠上的这个投影 是不是有个小黑黑的边 你们看这个眼睛是不是有神了 对不对 对 现在是干化 是的话 敲一个一 这是我们眼睛 眼睛它肯定得有投影啊 因为眼皮是在眼白上面的 好 接着我们就调一个特别浅的蓝色 天蓝色 把笔刷干净 调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浅的天蓝色 用你的天蓝色 天蓝色用来干嘛呀 眼白画一下呗 眼白 咱们画一下眼白 偏天蓝色 不能画的太蓝了 就是一点点天蓝色就好了 如果画的太蓝了的话 它就很奇怪 你看眼白这种蓝色调的效果就画完了 好 眼白画了之后 那我们就沾一点点大红 这些颜色都比较简单 你看就一点点大红 大红干嘛呢 把它的眼头画一下 它的眼头是红红的 然后眼尾也是红红的 眼头眼尾都会红一点点 还有哪里有红色你们觉得 哪里还有红色 这是干画了 直接干涂就好了 你的线稿画得准 那这个干涂就会非常简单 如果你的线稿没画好 那这个干涂就不好画了 一定这里最主要的就是线稿 对嘴巴 我们就给它画嘴巴 好 那画嘴巴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你看我顺着这个嘴巴轮廓 这是不是感觉 哎呦 这个嘴巴画上去就感觉不好看 就显得这个嘴巴轮廓像是那种 纹了一个唇的感觉 是不是不好看 是不好看的话敲个一 你们看 我把这个嘴唇一涂完 觉得不好看的话敲个一 这像纹了一个唇好 好像是 纹了一个 纹唇的感觉 是不是不好看 是的话敲个一 那这种情况叫做什么呢 这个就是香肠嘴 那怎么办呢 很好解决 我们通常就是拿一支清水笔 清水笔是什么 你这支笔把笔洗干净啊 把你的笔洗干净 洗干净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呢 把它擦干一点点 把它吸干一点点呢 吸干一点点 好 然后轻轻的把嘴巴轮廓 洗一下 我们这个机法在水彩里面 叫做纷染 把你的嘴唇的轮廓线 洗得浅一点点 就像是拿一个棉签 轻轻的把它的嘴唇擦浅一点 一样 边擦边把这个笔洗干净 这是我们水彩里面 特别常用的一个机法 这个叫做纷染 是不是很快 就能够把它洗干净 好 洗干净之后 这个嘴巴的颜色 就会 还可以继续干嘛 继续上色 把嘴巴的颜色 上得深一点点 好 它的嘴巴颜色 偏一点点紫色 那我就上一点点紫色调 它的嘴巴颜色 会偏一点点紫色调 我给它上一点点紫色 那是我的这些东西 我给它上一点点紫色调 它的本色归 你去评论 放五 然后 还在评论 撒dot 这个嘴巴颜色 好像伤得有点太红了 伤得太红了我就把它洗一洗 不化这么红 怎么洗呢 也是一样的 把鼻洗干净 然后把又多余的颜料 吸掉 把多余的颜料吸掉 这个嘴巴它就浅了颜色 看到了吗 把这个嘴巴的颜色 多余的颜料 或者说拿纸巾 轻轻地沾一下 它就会变浅 看到了吗 这都是洗的方式 我只是给你们示范一下 它洗了之后是什么样的 所以沾完之后颜色会变得很浅 我要继续上色 这都是让嘴巴的颜色变浅的方式 给你们示范之后 我有得重新上色 现在看着还不怎么像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颜色还没上完 好 嘴巴轮廓 我们再给它洗浅一点点 嘴巴轮廓不能化深了 洗浅一点 下嘴唇颜色 它是一个暗面 所以下嘴唇的颜色化深一些 你看我还是在洗这个嘴巴轮廓 多给你们示范两遍 那这个嘴巴它就显得舒服了 尤其是嘴唇轮廓 它就显得好看了 接下来呢就是要等它干 不管它了 我们继续画什么呢 画鼻孔 鼻孔也是偏红一点点 先把它画成红色调再说 好 还要继续画什么 画眉毛 眉毛 眉毛 先这样子上一个颜色 你看 先这样平着 上一个颜色 上完颜色之后再干嘛 还是一样的 我们刚刚说这个叫做纷染 这个叫做纷染 拿一只干净的毛笔 拿一只干净的毛笔 把它这个颜色 眉毛的颜色这样染开 这样子眉毛就不会像蜡笔小新的 眉毛一样那么突兀了 看到了吗 这个是我们画眉毛的方法 先是给它上颜色 上完颜色之后 拿一只干净的毛笔 给它染开 染开之后这个眉毛 它就会很自然 很舒服 好 同样的 这边也是先把这个颜色 你看一根黑黑的眉毛 这样画上去 好 然后用干净的笔 干净的笔把它染开 用干净的笔把它染开 这样子画出的眉毛 就会比较舒服 边画这个笔要边把它粘干净 不粘干净的话呢 它就会脏脏的 如果脏脏的话呢 它就会比较 比较丑 上车的颜色就会有点 颜色有点太深了 颜色太深了就会不好看 我这个纸好像还有点没干透 纸没有干透会怎么样呢 就是你一上色 它就会被颜色被染开 好 那我们你看用这样的方式 就把眉毛的颜色也画了 这个颜色画的比较浅 待会要慢慢的去加深 接下来我就要做一个大动作了 这个大动作是干嘛呢 我们要顺着整个轮廓 因为它的轮廓现在没有出来 我要给它上一个背景色 让它的轮廓颜色很漂亮的出来 我画成一个紫灰色的调调吧 好 那这个步骤很重要 这个步骤一定要把画面这样倾斜 看一下哈 我是把这个画面往右 往右倾斜的 看一下我画板是立起来的 为什么要倾斜呢 因为你想要这个脸颊轮廓留得漂亮 想要这个脸颊轮廓留得漂亮 那么你这个步骤就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是为了尽量让我们的脸部轮廓 这不要有积水 你看这里甩上了一个小点点 这是为了让我们的脸颊轮廓哈 不要有这样的积水 还有积水就会形成一条水渍 这个水渍就会很难看 画脸颊轮廓的时候 这个技巧在画水色的时候是非常常用的 把你的画板往一边倾斜 这样子画出来的脸颊轮廓是非常好看的 这是一个紫色的背景 往一边倒 一定要记住哦 是往一边倒 好 其他的颜色都刷上 哦 这里也是额头这个轮廓 好 背景都可以刷上 后面为了背景舒服一点点 我们拿个刷子衔接一下 好 这个画完之后 给它点上一两个深一点点的这种墨色 这种墨色就会比较好看哈 有那种被水润开的效果 撒上一点点的那个小白点 这个水渍会让你的画面有那种墨一样晕开的效果 对啊 这个画浓过超级重要的 好 一定要把画板稍微的立起来一点 记住了 画板一定要立起来 这个画面有点没干透 没干透的话 它一上色那个颜色就会被 被晕开 好 接着我们就画头发 头发的话呢 顺着这个头发生长的方向 这样子并比 头发是顺着头发生长的方向并比哦 继续加深色 这个是头发的颜色比较深一点 好 这个颜色画完之后又要干嘛 又要用清水笔 头发轮廓好 过度一下 你看 这是清水笔 这个叫做清水笔 记住了好 清水笔 头发发际线轮廓 过度一下嘛 这样子你的头发发际线就会很舒服 很好看 很有那种 风度翩翩翩的公子的感觉 这个头发轮廓是一定要过度的 你的头发轮廓过度的越舒服 你的这个人物 他就会越好看 顺着头发的生长方向 把头发丝的深色化了 这个直接是干化就好了 好 耳朵轮廓这里也给它流出来 你看 好看的耳朵轮廓 也是流出来的 头发是干化哦 直接干化就好了 那这边比较难的就是 没有画过画的就会说 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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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 没有画过画的就会说 很容易抖啊 抖啊 抖啊 抖 眼睛小了 我们待会再改一改 好 先不急 眼睛之所以显得小 是因为它的下眼皮 还没有画出来 它的下眼皮 占了它很厚的一个厚度 有没有说 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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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 留这些轮廓的时候 手抖啊 抖的同学 就会有一点点痛苦 希望你的手不要抖啊 抖啊 抖 反正我是不会的 这个发丝呢 我们可以一根一根的去画 你看 这里就是用这个尖头笔 一根一根的去画 好 接着把它的 脸颊 脖子下面颜色加深一下 脖子颜色不加深 体积感就出不来 你看 这些地方都是直接干化 你就会非常紧张 紧张吗 紧张的话 翘姨 我都好紧张的 真的 好 耳朵的颜色也要深一点 耳朵颜色深一点 是不是就开始有点像的呢 这个画好 主要就是你的线稿准了 然后画的时候干化 顺着这些结构上色就可以了 一点都不难 好 那我们的衣服颜色也画一下呗 蓝色 都是干化哦 画水彩呢 学水彩有一种是简单的水彩 有一种呢是蓝的水彩 主要是看你个人喜欢哪一种 一般来说你学古风的水彩呢 就会简单一些 你要是学诗画的水彩呢 就会蓝一些 你学的蓝的 你肯定就会画简单的 但是学了简单的 就不一定会画蓝的哈 它的关系是一个这种上下关系 衣服颜色也可以是平图 看你个人喜好 你想平图就平图 你不想平图就不平图 这个关键是看你个人 画的太慢了 所以我要快一点 我很讨厌画的慢的话 水彩呢 水彩呢 很快能够有这种 特别萌萌的效果 工底深厚 有教授彩迁课程吗 有啊 我们有彩迁课程啊 彩迁课程我主要是在抄写时哦 你如果说喜欢彩迁的话 那你要先把基础打好 才能跟着我学 彩迁的话 我带的课程是不着没有基础的 一定要有基础我才教 点个水珠 看一下这个水珠 很快就会润开 点个水珠啊 点个水珠 就会有很漂亮的水化验的效果 这样看今天这个画的水彩画 是不是看着好像还是没有那么难 有这种感觉吗 有的话敲个一哦 你们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哈 尝试一下呗 你这个只要你有工具材料 跟着我的方式啊 跟着我刚刚上课的方法 一个一个流程来 你要画不好你找我 百分之百是可以画的好的 好 这里有一些光影效果 它的肩上的颜色会浅一点点 所以它的胸前 胸前的颜色会暗一些 看一下哦 我开始把胸前的颜色开始加深 这样子就会画出光影感 这样就会画出光影感哦 把它的衣服折着的地方 颜色加深 这样子可以画出光影感 衣服正前方 越是靠近右边 它的衣服颜色就越来越深 所以衣服这边颜色 我逐步加深 它有光影关系的 整个光影是从后面来的 唐糖 你报名超写实的时候 你没看 都没看 初晓 你这基础要看吗 不可能要看的好不好 你别逗了 好 看一下一个非常有古风韵味的作品 就已经慢慢地呈现出来了 那接着我就要开始 看一下头发还没干 接着就要等它干一下 现在还没有干 没办法进行 还没有干 要等它干一下 画水彩就是这样 你会发现 你要不停地不停地去等它干 这个过程就会比较的麻烦 这个颜色化深了一点 我要吸它一下 吸一下 颜色就会变浅 颜色化深了 我要让它变浅一点 这种斑驳的肌理 也是很好看的哦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种肌理 我是特别喜欢这种肌理的 这种肌理会让画面 特别有趣味性 好 我现在就是要再去吹干一下 等我一下好吗 然后再去吹干一下哦 去吹干一下 如何联系老师发你的作品 我给大家说一下好 我给大家说一下好 别人都抢不走的 别人都抢不走的 而且你以后画画 我觉得画画就像你们吃饭 看电影 买衣服一样正常 别人喜欢逛街跳舞 你喜欢画画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如何看我的作品 如何看我的作品 我的作品一般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呀 微博呀都有 我叫播饭 你可以搜播饭 或者说可以关注我们 诱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看一下哦 微信公众号 诱化教育 我把我另外一个镜头打开 我有两个镜头的 可洋气了 你看诱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看到了吗 这是诱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在公众号里边 有一个诱化商城 有一个专属课服 这个是我们课堂上的 这几个小姐姐给你们回复的 你就可以联系到他 扫二维码就可以联系到 要我们的录播的 要课程资料的 要线稿的 要素材图的 还有不定时 我们会做一些活动 免费送化财的 都是需要加我们的科夫老师 才能够知道这些消息 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敲个一 这是我们怎么去了解 诱化好 你看比如说我们在里面回复 今天彩我们的水彩素材图 就有我们今天你看弹出来 今天上课的图片 2011年年这个图片 然后回复水彩作品图 水彩作品图 你看我上一周画的这个水彩作品 就有哦 你看 这就是我的作品呀 这是我画的 水彩作品 你看这两次 这几次都是我画的作品 我们有画嘴巴的 有画眼睛的 有画股风的 有画一个硬汉的 好 我刚刚也说了 课程咱们听得懂 学的会 也希望大家如果说真正喜欢画画的话呢 都可以考虑来到诱化学习 无论是公开课 还是VIP课 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课程体验 喜欢画画就像我们吃饭逛街买衣服一样正常 你像我就喜欢画画 有些人就喜欢跳舞 比如说我老公 我老公他是学音乐的 他就喜欢唱歌 那我就喜欢画画 就像一个吃饭呀 跳舞啊 都很正常的 不要觉得画画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事情 如果说只要你喜欢 随时随地都可以加入进来 那我为什么会推荐大家说 可以考虑一下专业学习呢 因为确实嘛 专人专项嘛 公开课是有 有很多节 大大小小 甚至有百来节 几百节公开课 我们有这么多课 可是你想 如果说我真的是想学好学会 我要去看一两百节课 我才能学得会 跟我只需要上一二十节 VIP课 我就可以学得会 那这个时间成本 这就是你花的钱呀 对不对 你如果说 去看那一两百节公开课 多浪费时间呀 而且还不保证百分百能学得会 刚刚有同学看我作品的 可以给你看一下 这些都是我的作品 VIP学习 为什么是付费的 为什么要交钱 为什么要花学费来学 一个是自学 不确定不保证 一定能学会 但是VIP VIP课程 可以保证你学得会 这就是差别 一个是有保障的 一个是没有保障的 那你想想 如果是说 在你的经济条件 OK的情况下 你是选择有保障的 还是无保障的 一个是付出 百分之百会有回报 一个是付出 不一定有回报 或者回报 只有一点点 你想这个区别 还是专人专项 把专业的事情 交给我们来做 我能够确保的是 只要你在诱化 只要你是在诱化 学习 你就可以 画出像我这样的作品 如果学不会 免费重修 画不好 可以免费重修 我们报一期 可以学三期 好喜欢我的水彩风格 那个出水的 喜欢的话就来学 我在班上等你好吗 我的画拿去吹干了 这会儿的话 就看了一些我的作品 我最近还画了 很多好的作品 可惜我没有收集起来 比如说给你们看一下 最近画的这个画 给你们看一下 这都是我的作品 看一下哦 很多好看的作品哦 刚刚看到的这些作品都有 这个是彩千超写实的作品 这个也是画的哦 不是照片 是画的 然后我最近画了很多 水彩人物 报了不亏 应该说我们又画 任何课程 报了都不亏 你看这些作品都是 我平常自己画的 我觉得画画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事情 我自己特别喜欢画画 所以我自己的工作也是画画 我觉得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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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我不知道你们幸不幸福啊 反正我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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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幸福 超级超级超级的幸福 你们也想希望像我这样的幸福的话 也要像我一样技术这么好 想画什么咱都能画 想画啥都行 我的梦想呢就是晚年之后到一个春暖花开的地方 要不就是云南 要不就是海南或者广州这些地方 然后每天晒晒太阳 喝喝茶 画画画 别人去跳广场舞我就在家画画 因为我不喜欢跳舞 我也不喜欢唱歌 我只喜欢画画 我现在每天感觉画画的时间都不够 我就只想把我上班的时间都腾出来画画 你看我还算幸福的吧 我又能上课的时候教大家画画 我私底下也能画画 但是因为工作上还有很多事情 你看我们平常要干嘛呢 要写教案呀 要写教程呀 然后要做教研呀 还要指导作业呀 我们每一天都要给同学看作业 像我们线上学习有个好处就是 你在任何时候在网上私聊我们 我们只要是在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之间 我们看到了都会回复大家 有任何不懂的问题都可以私聊我们 还画了一个这个 而且我觉得特别骄傲的一个事情就是 我做线上教育啊 我的同学 我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全球 很多因为在我们优化专业学习之后 生活上真的会有提升跟改变 那我觉得好幸福的 有些人开了画室 有些人自己当了插画师 接接单挣挣钱 有一些人退了修之后 真的把画画作为了他的一个人生目标 去再追求 有一些人呢 他学了之后还可以跟他的小朋友一起画一画 学一学 就有一天有个同学给我说 他说他有一天他女儿在那里 自己玩玩的就是无聊了 他就过来 妈妈妈妈 我看着你画画吧 好不好 特别特别有成就感 妈妈妈妈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画你可不可以教我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我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 我最近好几个同学有跟我私聊 尤其是有两个美国的学员 有两个美国的学员最近就跟我私聊 感觉好幸福能够把这个小时候的梦想完成了 从小就喜欢画画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没有来得及学 然后最近学生觉得特别特别幸福 你自学跟你真的能学会真的是两码事 只有你自己画得出来想要的东西你才知道 画画原来是一个这么美好的事情 好 我开始继续 继续把头发 头发呢我们就是这样一遍一遍去加深的 禁止你的女孩是什么画 也是水彩画 我画的都是水彩画 你看我现在就是把它的颜色一步一步的去加深 好 靠近 靠近这个 靠近这个刘海的轮廓 记住 你就千万不能卡死了 线条要稍微的流畅一些 这里的话呢一定要用一个尖头笔去画 记住了 用尖头笔 尖头笔画出头发丝 比较的细长 我现在所画的这些头发颜色是一些暗部颜色 暗部颜色深一点点 好注意 靠近这个头发丝要把笔洗干净 靠近这个额头的根部要把笔洗干净 洗干净画出这种一根一根的头发丝的感觉 或者说让它 分染的自然一点点 不能突兀啊 要不就会显得不好看 头发丝是一根一根的 我们就画出一根一根的 好 画头发还有一个方法 把笔捏开 看到没有 把这种笔捏开 干嘛呢 看一下哦 看到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没有 把这个笔捏开 看到什么不一样的吗 把这个笔捏开 画头发捏开 鼻子那里处理好像不急 待会给你们再示范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把笔捏开 看到发丝的感觉了吗 神不神奇 好不好玩 这个叫做枯笔 看到发丝的感觉没有 要把笔擦干 笔擦干一点再捏开 笔要擦干一点点 你看把笔吸干一点点 再捏开 这个叫做枯笔 枯笔上色的时候会非常轻 你力气大了的话是上不上去的 要非常的温柔 力气大了是上不上去的哦 要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温柔 看头发丝的感觉 好 头发丝飘逸的感觉 就在这儿哈 我也给它画出来了 这种头发被 头发飘起来了 是吧 你头发飘起来的感觉 只有头发飘起来的这种江湖 少侠 公子 这种感觉才会有吧 这个叫做枯笔 国画里面叫做飞白 好玩 我说了今天就是 只要小白都可以画绘的 古风水彩 好 把它接下来 这些头发丝 各种飘逸的发丝 也都给它画了 头发还是偏向于黑色的 还是可以把它捏开 画水彩 翘南花也是这个技巧吗 翘南花是啥 我觉得画画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 我今天还在跟我们的老师们聊天 我在那画画 画着画着我就说 我说我们要是没学画画 我说我们现在在干嘛 然后东兴老师就 东兴老师是我们的国画老师嘛 他就接得特别快 他就接了一嘴说 再搬砖 我说我们要是没学 我们要是没学画画 现在工作是在干嘛 是会从事哪个行业呢 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然后他就接得特别嘴快 就说再搬砖 你像你们能在看到我的直播 能看到我的课 肯定都是喜欢画画的 对不对 为什么你们没有画画呢 为什么没有学画画 没有接触这个专业呢 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嘛 是吧 肯定会有的 谁不想拿自己的爱好做工作呢 羡慕我们不 羡不羡慕 谁不羡慕你说 拿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当做爱好 这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对啊 有同学就说了 现在也不迟啊 以前没有机会 可能是家里不支持 也可能是经济 有点困难 各种情况 也可能是机缘巧合 没发现自己喜欢画画 就错过了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知道了呀 现在知道了 你就不能再错过了呀 错过了就太可惜了 你现在是一个成年人 对不对 你有自己 下决定 做事情的这种能力 那就不用再错过了 错过了就真的是遗憾了 那这些地方就比较简单了 你只要顺着发丝的方向 把头发丝的 一丝一丝的感觉画出来就好了 身不逢时啊 现在还可以啊 现在就可以逢时了 对呀 我也喜欢给你们唠嗑 喜欢劝劝你们 因为有很多人 就把画画当初是一个兴趣 我觉得这个 这个想法是错的 我说的这个兴趣 不是说你爱它作为一个兴趣 就有些人就觉得 哎呦画画嘛 就是不是什么正件事 它就不好好用功 不好好学 那我就就有点生气了 因为我毕竟也是画画专业的 看到画画被你们这样子理解 那肯定会有点难过的 非常的难过应该是 不能说是有点难过 非常的难过会 很多人学习画画 特别惨就是 人家一知道说你学画画的时候 你学画画能干嘛 这个问题是不是特别熟悉 熟悉不 我跟你讲 这往时候你要怼回去 你怎么怼 那你去跳广场舞干嘛 那你去KTV唱歌干嘛 那你打牌干嘛 那你逛街干嘛 是不是要怼怼回去 开心啊 画画让我开心啊 有什么事情能比你开心就要呢 千金拿买我开心 这个头发丝啊 就是用比较简单的一个技法 我们叫做飞白 用飞白的方式把头发丝画出来 包括这个头发丝 往后走特别飘逸的效果 对你打游戏干嘛 至少说我们画画还能有机会挣到钱 是不是 画画是可以挣到钱的 等真的哪一天工作不开心了 大不了就辞职了 自己开个小画室 怎么招一年挣个两三万 还是轻轻松松的 一个画室 你最基本一年挣个两三万 三四万 是非常正常的 纯利润 我说的是纯利润 再不济 你来优化当老师也行 咱们优化毕业的学生 做优化的 咱们在优化做助教老师 基本上是OK的 绝对是有这个水平的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来优化当老师 我没有严格的考核的标准 那你就真的会跟你 喜欢画画的这个初衷 就不谋而合了 真的是拿自己的爱好当工作了 只要你们的水平能达到 优化老师的标准 来一个我招一个 再实在不行 不来优化当老师 你来当助理老师也行啊 是吧 你把堂堂老师的火 给接过去啊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则可走 好 耳朵也是干化 把他的耳朵里面的 暗部颜色化了 做一个专业的 课程咨询顾问 那也是很棒的呀 也是跟画画相关的 随时欢迎大家 好 我这个也是 在把他的一些 暗部颜色画栏 画完之后 好 清水笔 也要干嘛 清水笔扫一扫 要不他这个轮廓 就卡得太死了 很多人觉得画画呀 就是画一画 画着画着你就会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对于画画的误解 或者说是 认知错误 真的是 认知错误 画画是一门 特别专业的课程 从古自尽都是 以前古时候 师父收徒弟 那都是要给师父 免费做很多年的苦力 师父才能教你一点技术的 那以前做学徒 学画画 那真的特别辛苦的 师父要看你的品行 要看你做事是否 态度是否好 做事是否认真 才会把他的技术 教给你 传授给你 好 我把这个暗部颜色 又加深了一点点 这个是他的 我刚刚加深的地方 是他的暗部 耳朵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暗部 颜色还可以加深一点 好 基本上他的一个风格 就已经定下来了 大的场景 基本上定下来了 那我就开始干嘛 我就开始画细的东西了 耳朵颜色 刚刚这里画深了一点点 擦一下 画深的是很好解决的 把嘴巴的颜色再加深一下 哇 我今天上课真的是超级惊艳了 今天晚上就是嘴巴有一点 嘴欠哈 想吃麻辣烫 晚上吃的是麻辣烫 所以我今天 我现在吃的麻辣烫肚子就痛 兢兢业业 肚子好痛 每次只要吃了麻辣烫 嘴巴就 肚子就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肚子非常康复 调了一个深的霉红色 画嘴巴 肚子里面 肚子翻浆倒海 好 先把下嘴唇扎深 下嘴唇扎深之后 再去 再去 加上嘴唇 分两步进行 鼻子的颜色也继续扎深 接着我就要教大家一个超级超级好用的方法了 你水彩 因为水彩这种皮肤啊深浅关系 很容易控制不好 对不对 超级容易控制不好 来 咱们班上是女孩子的话 敲个一 咱们现在上课的是女孩子同学 敲个一 为什么要是女孩子呢 因为你有一个眼影盘 我买了一个这种超级超级大的眼影盘 有色粉有彩纤的都可以啊 都可以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鼓风 比如说我可以用一个稍微深一点点的这种肉色 深一点点的这种肉色 你看深一点点的 深一点点的这种肉色 你看 这个颜色我会画在哪里 看一下 画在它的暗面 我今天说了 我要教大家一个特别神奇的办法 画鼓风 一般就是拿一个你修容的颜色呀 或者拿一个色粉啊 就可以操作 超级好用 大家要注意好 你这个得要是细纹的纸 画出来效果才好 如果不是细纹的纸的话 它效果是不怎么好的 你可以把它的整个暗部颜色画了 我现在就是在画它的整个暗部的脸 没有眼影的有色粉 没有眼影的有色粉也可以 有没有色粉 没有眼影的有色粉也是可以的 你就可以把它的暗部去画了 包括它的这些下巴的深色 看一下哦 下巴深色 眼眶的深色 是不是体积感就出来了 体积感出来了没有 体积感出来了没有 用一个这种小刷子 好 眼眼刷子都可以 是不是 然后鼻子这边的暗部 好 然后下颌骨 这个方法好用不 可以用彩尖 有彩尖 可以把彩尖削成粉 把彩尖削成粉了之后 也可以用好 好 这个地方画深了一点 我就轻轻的拿纸巾粘掉一下 这里画深了一点点 我轻轻的用纸巾粘一下 一不小心画深了呀 轻轻的用纸巾粘一下就好了 给它洗一洗 好不好用这个方法 非常好用 好 还可以干嘛呢 还可以用彩尖 你看比如说 它这个暗部哈 我可以用彩尖 直接上肉色就好了 我刚刚拿的这个颜色 是一个橙色 直接用肉色都可以 我找一个肉色 哎呀我这个肉色太难找了 我找不到我的肉色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肉色找不到 找到了一个粉色 那我们干嘛呢 把它的这个暗部颜色 轻轻的加深一下 顺着鼻梁 这样子鼻梁就变得力挺了 我们这个人物哈 是结合了一些其他的工具 比如说色粉啊 采迁啊 这样子去画的 那我现在就是结合彩尖去画了 因为因为这个水彩 相对来说比较难控制嘛 你们觉得不好控制的 那我们就用彩尖 把它的形再找一遍 那我现在就找一遍形了 我用到的彩尖呢 是我们的易雅 这个是易雅的彩尖 好 首先我是拿一个棕色 把它的眉毛颜色画了 眉毛颜色还可以用黑色 我这个笔真的是找不到颜色 我得把它全部倒出来 才能找到颜色 这套笔我好久没用过了 因为我现在是在唱抄写实班 这个笔用的很少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画细节了 开始有同学说眼睛画小了一点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眼睛加大一些 放大把的美颜来咯 很多古风的人物呢 都会跟彩尖稍微结合一下 为什么要跟彩尖结合呢 因为彩尖化一些细节 它会更加精准一些 比如说睫毛呀 眼尾呀 你们看 是不是感觉眼睛越来越有神一些了哈 彩尖化 打底太省事了 对啊 也还可以 水彩可以干嘛 学会水彩之后 你画彩尖 就可以用来打底啊 你像我们秋秋老师今天画的那个钉针啊 我给你们看一下 喂喂 你把秋秋秋秋的那个画的那个钉针 给大家看一下吧 拿过来 我们 这个秋秋老师 秋秋老师是我们彩尖课老师 然后他在做下一期的海报 你们看 这个他就是拿这个水彩打了个底 他的头发就是背景都拿水彩打了个底 你只会画水彩跟彩尖结合 就会特别特别特别好画 这是我们秋秋老师的人像课的课件 有没有喜欢彩尖人像的喜欢的话 也可以了解一下哦 秋秋老师的人像课上的非常非常的细致 秋秋老师他上课的能力是 是一个能力者 画得又快又好 那跟这样的水彩进行配合 画起来事半功倍 画画就是这样 你啥都会一点 那画起来就会 特别特别特别的顺畅 特别特别的快 水彩是一个必学技能 应该说是 喜欢水彩的同学 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 是一个必学技能 你水彩画得好 你会发现 哇哦 画啥都快 好 那我这个的话 其实只要轻轻的 把它的暗部颜色加一下呀 把暗部颜色涂一下 这个人物它基本上就出来了 好 下面的卧蚕 轻轻的加一下 这个是有个卧蚕 好 它的双眼皮 也轻轻的上个颜色 因为我的指有点拱哈 所以它不停的上下跳动 这个是黑色 好 还有什么黑色画眉毛 眉毛一根一根的去画就好了 一根一根的 黑一点点颜色 那这样子画出来的 古风人物 会很出彩 咱们尤其是已经在学采迁的同学 到时候学完采迁之后 水彩班可以过来深造一下 那结合采迁 再画人物或者画风景 你会发现人生如此之美好 辛辛苦苦 上色上的半天 水彩一笔就画完了 我说了 今天这个画是一个 两个画种结合 然后会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方法 像这样子画古风的话 它效果出得特别快 画得又快又好 你要是平常自己私底下画古风的话 可以是纯水彩去画 我开始上课前我就说了 我今天要教大家一个 即使是小白 也可以学会的古风 即使是小白也可以学会的 好 鼻头颜色 呦呦不小心掉了一笔 鼻头颜色 你看鼻头 拿一个色粉轻轻的 这样扶一下鼻头 鼻头体积感是不是就出来了 是不是呀 是的话敲意哦 你看 鼻头就出来了 还有鼻梁轻轻的加深一下 你看这个体积感 有没有感觉瞬间爆盆体积感 这是沾了一些色粉 沾了一些眼影或者色粉都可以 好 眼头 再红一点点 眼头这里有红一点点 你看 眼头红一点点 然后双眼皮 红一点点 用水彩可以表现出体积感 但是水彩需要熨染的那个方法 小白太难控制了 是不是 您平常你们水彩干化 那个颜色熨染 很不好熨染 有这种感觉没有 是不是 我说了今天是教一个小白 能够很快 很好上手的方法 符合大多数小白 都能画出来的方法 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 或者说水彩画不了 我水彩画是画法 我早就画完了 但是我画得完 你们不一定学得会啊 你们不一定能够感受到这种 画古风的快乐呀 对不对 那我就教大家一个 能够让你们感受到 画古风的快乐的这样子的画法 这个画法是 我们叫做综合材料 综合材料的结合 什么是综合材料啊 用了一点彩纤 用了一点色粉 什么工具都用得上了一点点 那这些方法 如果大家都喜欢的话呢 自己就尝试一下下 如果感觉 对某一个方法 特别特别感兴趣 那也可以联系我们的 助理老师 或者添加我们的公众号 进行详细的了解 哎呀不行 我得请你们堂堂老师 给你们再绕回课了 我真的要上个厕所了 我再也不吃麻辣烫啊 我肚子好痛啊 我那个上课前吃了麻辣烫 然后拉肚子肯定 我已经坚持了一个半小时了 我真的坚持不了了 让堂堂老师给大家聊一下好吗 堂堂老师是我们的这个招生 招生部的负责人哈 也是我们的助理老师 平常负责给大家 解答一些专业问题呀 或者课程的问题 有任何不懂的 都可以跟我们谈谈老师 详细咨询好吗 我先走开了 不行我一定要上个厕所去了 我已经坚持不住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堂堂 哈哈 侠知道我是龙王 我真的非常意外 因为之前水彩风景三七 从来没有拿到过一次龙王 我这一次竟然在水彩风景三七里当了龙王 不一样的感觉 大家知不知道下个月 波波波老师的水彩人物课就要上 就要开始开课啦 如果有感兴趣的小凯 也可以添加我的联系方式哦 声音很小吗 现在能听得到吗 可能我离这个麦比较 比较远 我离近一点 感觉挺不容易的 因为这个麦是在比较低的地方 就必须要低着头弯着腰才能够勾到这个麦 所以老师平时上课画画还是挺辛苦的 我来动几笔 我怕波波老师打我呀 我动几笔这幅画就毁了 等会我装模作样在这里扫几笔 怎么会有男生叫堂堂这个名字吗 竟然以为我是男生 我刚一进来我就看到 秋秋老师画的这个 这一幅 好帅呀 我还没看到电子 电子档的 应该还没扫描出来 等会波波十分钟后回来 这个话就救不回来了 到时候我明天就要挨打了 你们真皮呀 你们不要拱火了 不要拱火 伯伯老师刚刚去上厕所了 因为今天下午他吃了一碗麻辣烫 然后就拉肚子了 我晚上的时候我还看着 波波老师在那吃得特别香 真香的后果 还是不能贪吃 但是有一些人他的肠胃就比较特殊 有一些人再怎么吃 他都是那种金刚铁胃 金刚铁胃从来不会拉肚子 但有一些人一吃什么烧烤呀 麻辣烫呀 他就容易拉肚子了 应该不会蹲一个小时吧 肯定不会 你也吃了火锅 完了 下次应该备一点什么 挣拉肚子的药 在这 我今晚也吃了米线 差不多的 我也是周休一天吧 但是平时我休息的时候 我偶尔会看看手机 但是不会回复得很及时 所以也可以给我留言 我看到都会回大家的 谢谢随意 可能是的 因为像外卖呀 麻辣烫啊这种 你也没看到他的制作过程吗 可能有一些外卖 也不是很干净 没错 我就是勤劳的小蜜蜂 如果有喜欢水彩人物的小可爱 也可以加我 然后了解课程 咱们在四月就开课了 一期一共是十六节课 反正就相信波波 跟着波波走就好了 如果基础稍微差一点也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要多练习 我最擅长鼓励人了 你们有什么受到了打击的都可以来找我 让我给你们加油打气 水彩人物的确挺难的 其实我觉得水彩上手起来 就是如果是自学的话真挺难的 因为我之前也跟小艾学了一下 我还是比较喜欢钢笔弹材 我觉得钢笔弹材比起其他的要稍微简单一点 对 所以更要掌握方法嘛 跟着老师走 跟着老师走的话就会轻松简单一点 如果没有水彩基础的话 可以先学花卉或者风景 小艾的课也是非常详细细致的 小艾就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北方女孩 而且讲话也特别逗 之前跟她们一起出去玩游戏嘛 我就感觉她在唱那种二人传一样的 特别搞笑 讲相声 应该说是讲相声 不敢 不怕伯伯打我 背景上画两下 要不把这幅画机给侠 然后侠你画两笔送过来 借我一个胆子 我看到侠侠她也是12期基础班 他们也马上要毕业了 对 真的北方人人均相声 感觉像天津啊北京啊那些人 就是你跟他讲话你就觉得特别会捧羹 讲相声 我一度怀疑他们都会 每个人都会打那个快板 是吧 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 狗哥 我是唐唐 你刚睡觉吗 是不是睡醒了 你是北京的呀 就是那种金枪也特别好听我觉得 想想你会打手板 等会顺着网线过去爬 爬找你 波波老师回来啦 没有 没有 我画画很菜的 你这样你的脚管都不在乎 好的 你这样说我还要对他 波波老师刚刚出来了 然后他跟我说他还要再回去蹲一会 可能真的吃坏肚子了 我没有讲出啊 木有东西可以送 进水楼台先得月 我想起我的书法还只学到了第八课 之前在跟老师学书法 太懒了我 笑一下 你说我像在大海里学游泳 我不画傻 我是我们招生部门的 我是负责招生 然后给大家解答一些疑问 你们有什么比较喜欢的画种吗 或者是 比较喜欢的素材呀 都可以告诉我 然后到时候去反馈给老师 然后没准公开课就画你喜欢的素材哟 招生处长不敢当不敢当 算一个播放的小跟班 其实我之前有学过板会了 画过一小会板会 但是现在很久没画了 速写课已经开课了 暂时还不会再开速写课了 一寒奏华 你想学速写是因为什么呀 是想花多慢吗 板会课的话 咱们在年底就会开板会课 好啦 波波老师回来啦 喜欢水彩人物的小可爱 可以关注幼化和幼化教育 然后可以找到我和助理老师的微信 加我们可以了解课程详情哟 拜拜 我的天哪 我要死了 太难受了 我哪有主播上课上到一半 然后上厕所拉肚子去 再也不是麻辣烫了 太惨了 唐唐老师可爱吧 唐唐老师超级温柔 唐唐老师应该就是我们所有美术爱好者里面 一个最典型最好的案列了 唐唐老师本来是学市场营销专业的 然后他为什么会来优化工作呢 因为他超级喜欢画画 他之前来优化之前 他是自己在网上报了一个那种 学画画的班 然后报了一个班之后 然后他对画画就有所了解 接着就了解到了优化 觉得优化还不错 优化还蛮好的 然后就想说要不要来优化音频试一下 结果一试就爱上了好 在优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幸福 哎呀 这里不小心 先画了一笔 你们怂恿堂堂堂接着画 你们这也太逗了吧 看到你们这个怂恿人的能力一般好 唐老师没有接着画 你们要真把唐老师怂恿成功呢 这事才好玩了 看到你们这技术一般好 没有怂恿寸功 唐堂老师是会画画的啊 他自己本人就喜欢画画 但是他也不是会画专业的 特别特别喜欢画画 然后加上自己又很勤奋地学 所以就就画得还不错 像你们平常有在唐 有在有是在唐堂老师手上报名的同学吗 有的话敲一个一 你就知道唐堂老师是非常专业的了 咱们优化的话呢 助理老师有唐堂 有十三 有那个西西 还有那个尹尔老师 一般晚上谁在课堂跟着课堂呢 我就会提谁提的多一些 平常唐堂老师就在的时间多一点 你像我们这个时候 其他老师就已经下班了 唐堂老师还陪伴在我们左右 非常的敬业 非常的努力的一个老师 用谁才演示一下细节吗 谁才演示细节的话 我你看公开课 我之前还上过 你可以去看这个录播 今天的话这个风格不一样 我就不另外多演示了 你看在优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精选好课里边 有一个视频回放 你可以找一下我上一次 这边有个水彩的分类 水彩公开课 你可以找一下我上一次 画的这个水彩人物 那就会有更加细的水彩的技法 好吗 我画了有三四个水彩人物了 这边有那个目录 你看这里有个目录 里面好多分类 按照分类分类的 水彩这个人物 你看古风 欧美帅哥 美女嘴巴 卡通人物 都可以去看一下 好吗 去看一下这个课 在这里我就不单独示范了 今天主要是示范一个 这种小白都能够 学会跟掌握的技法 这样子画起来的话 你们可控性强一些 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感觉 心里就没有那么慌了 因为刚接触水彩 其实一下子就有点慌张 感觉那个颜料 它不受你的控制 有这种感觉的吗 有这种感觉的话 敲个一 这种感觉应该是比较强烈的吧 有没有这种感觉的 感觉这种感受 应该是挺强烈的 那这样子 我们用这样的方法 去画水彩呢 就会感觉 它很好控制 你能够成 你能够控制得了 画面不会那么的乱 这个方法很好用的 好用又好学 你像我是教了一些 不同的方法 如果说你想自己 也能够完全的熟练掌握 或者说自己能够进行创作 看到喜欢的人物 都能够画出来 且画好的话 那还是要专业学习的 你现在的话 一般就是老师教什么 你就画什么 但是一旦到了 自己去画的时候 就会手忙脚乱呀 然后不会动手呀 有这些问题的同学 那还是要专业学习一下下的 最好的学习方式是什么 学完之后 你能自己创作 我们就经常说的 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意思是 我教会你 我给你一条鱼 我还不如教会你捕鱼 优化更加注重的 就是教你捕鱼的方法 把鱼网都给你 这个捕鱼的网都给你 咱们优化毕业的学生 都是在美术里面 都是数一数二的 在整个线上美术的 很多博主里面 都是画得很好的 你们在网上经常 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同学 画过优化的题材 听过我们的公开课画的作品 都画得蛮好 都是因为课程上的好 你想公开课 你都能可以画得这么好 那比如说VIP课了呀 对不对 你公开课你都可以 学得有模有样 那你再想想 如果说你能再往前走一步 再往前走一步 那是未来可期呀 那就是可以成为大神啊 是不是 你零基础都可以跟得上 学得会 那就别说更加专业的学习 肯定会更加好 好 把嘴巴用红色 我们我要用红色 把嘴巴的形再画一下 有没有感觉这个人物 就开始越来越像了 是不是呀 这个人开始变像了不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把他的嘴唇颜色 上的再明确一些 现在嘴唇颜色有点浅了 嘴唇的形也不够精准 好 用深色 把他的唇缝 一般我们要卡一下唇缝 好 唇缝卡出来之后 嘴巴的形 嘴巴的结构 嘴巴的体积感 就会很强烈 唇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好 放完之后 放完之后 再用浅浅浅的粉色 把他的嘴唇轮廓 或者也可以拿那个咱们的小小的小粉刷 把你的嘴唇刷一刷 让嘴唇显得更加的肉堵堵一点 你看我在他的嘴角 粉粉的上一点颜色 让他的嘴角更加肉堵堵一些 接着高光笔 有没有高光笔 大家有高光笔吗 我的肚子终于不痛了 我最近一期的水彩人物课程 在下一个月就要开始上课了 如果大家有喜欢的 可以加入进来哦 跟我一起学习好吗 喜欢水彩人物吗 水彩还有很多 更加有意思的技法 可以过来深造一下 要不要过来我们一起玩水彩 水彩是真的可以用玩的 我们说玩水彩玩水彩 是真的可以用来玩的 玩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 好 现在是用高光笔 把它的高光 嘴巴有这种小的高光 高光点上 高光点上的话就会显得更加 更加水润 体积感更加强烈 水彩轮廓 还有鼻子 点个高光 它这个鼻子本来没有高光的 我们主动加一个高光 会显得更加的 力挺 鼻子就会一下子立体起来 看到了吗 鼻子一下子就体积感起来了 好 还有它的这个下巴这儿 轻轻的上一点点颜色 强调一下它的下巴 还有它的鼻子轮廓 也可以稍微强调一下 只要微微地卡一下 这几个暗部面 体积感就出来了 你们看 这个鼻风的人物 是不是它的韵味十足了 今天 所有的同学 不管有技术没技术的 咱们这个上色方法 你们都可以尝试一下 画起来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 尤其是家里有色粉的 家里有眼影有色粉的 那画起来是相当easy 相当简单 好 那我们还要用这个浅色的 不是黑色 画一下它的发丝 最后把发丝定一下 我们就画完了 衣服我们待会还要塑造一下 衣服还有细节没塑造 最后把衣服再塑造一下 就画完了 画出一根一根的发丝感 发丝感很快就出来了 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了 画鼻风水彩人物最简单的了 小白最适合了 当然你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我不想用彩纤 我不想用色粉 对不对 我画水彩就想好好的用水彩画 那也是可以的 我肯定会满足你的 我绝对不会拦着你的 那可是如果你就想用彩 用这个水彩画 那么难度系数就会高很多 难度系数 一个是难度系数会高一些 一个对于纸上的要求 也会高一些 今天上课的时候 我就给大家说了 咱们今天这个画呀 对于这个工具材料 没有太多要求 你只要有水彩颜料 只要有水彩工具是吧 都可以尝试 都可以画的 我上课前我就给大家说了 因为我们要结合一些 其他的工具来画这个水彩 所以它就对于材料没有要求 如果说你就是想要用 想要用纯彩线 纯水彩画 那么这个工具材料 就要有讲究的了 工具材料就一定要用 专业的水彩材料 水彩纸 水彩笔 你但凡不是专业的水彩材料 那都是不行的 那都是画不出一张好画的 你像今天这堂画 这堂课就是 入门的门槛比较低一点 之前上的水彩课的话 那门槛都会高一些 你想要画好 那都是要有专业材料做支撑 之前有同学还问我说 线上跟线下的课哪个好吗 还有一个去辨别的标准 就是我们同学你们去看一下 线下有的时候 他的画是舍不得用好工具 给你上课的材料不好的话 你也画不出一张好画 所以你们如果是想在线下学的话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老师的工具材料 老师的工具材料不是很好的画 那你也画不出一张好画的 我那天有一天 我在我们办公室 有一天有面试 然后有面试的那个女孩子 我就问她 我说你是从哪里知道我们公司的呀 然后她就说 我听同事说的 我说你们同事怎么知道我们的呢 说我们同事就是你们的老 就是在你们这儿的学员 我说我们优化的这么厉害了吗 其他机构的老师也是线上教育的 要边在优化上课学 然后边教学生 我说我这个是该骄傲呢 还是觉得 该觉得有点遗憾呢 因为我是觉得老师的自身水平要求 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嘛 对于专业要求 你不管怎么说 你要教学生 那你的专业是要过硬的嘛 我经常面试就会遇到一些 都是从老师啊 或者从学生嘴巴里面知道优化的一些 一些老师来我们这应聘 特别有意思 好 我现在就是拿这个黑色好 把它的发丝都四有四五地画一下 以及它的耳朵 耳朵体积感不是很强烈 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棕色轻轻地 把它的耳甲腔的颜色加深一下 还有它的对耳轮 这个叫做对耳轮 注意用词 对耳轮 好 对耳轮旁边就是外耳轮 耳朵是有两个耳轮的 优化呢 上公开课上的不多 一周 像我们的公开课 通常就只安排了一次 一个课程就只会安排一次课 之所以不安排很多课 就还是希望 能够把每一节课上好 因为我们的VIP课 一周都只有两次 完了之后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时间 都上在了 每一天上公开课上面 那也不现实 对不对 我们也要 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不可能每天过来 教免费的画画 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 公益性的 事情或者公益性的教学 那我们就没饭吃呀 如果没饭吃的话 那谁给你们一直进行一个 良性循环呢 对不对 我们就是因为 足够认真的对待每一堂课 所以才会情愿做精致一点 也不要宁缺污难 把每一堂课的上的精致上的好 不管是公开课还是VIP课 只要你们喜欢画画 优化都愿意付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无论是专业的还是免费的 慢慢地我就是在这把它进行细化了 把这些细节 轮过的地方要抠一抠啊 暗部的地方用线条压一压啊 头发丝的话 用这个铅笔 把头发丝这种质感 一丝一丝的感觉画得更加强烈 优化的教学中指示 我们希望的是以心交心 是你们觉得 优化真正好 我们优化一开始是非常愿意付出的 付出了很多 然后你们要是觉得我们还不错 那肯定就会选择信任我们 无论是公开课还是VIP课 都愿意跟着优化学 能够学到很多知识 能够很开心地交到很多朋友 能够让画画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 这就是对于优化而言 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你们喜欢优化吗 我觉得优化就像一个人一样 真的是像一个有活生生的 一个有精神的形象 在你们的心中 对啊 这是彩纤啊 彩纤把它进行一下细化 一些发丝 比如说你看 一些这种飘逸的碎碎的发丝 看一下哦 这种飘逸的碎碎的发丝 就可以用彩纤把它画出来 你看一些很飘逸的碎发丝 咱们就在这里用彩纤画出来 那头发就会显得更加灵动 喜欢是吧 喜欢就好 我也是因为喜欢画画 所以才会喜欢给大家上课 才会喜欢你们 我们都是因为喜欢画画 才彼此喜欢 昨天还有个同学跟我说 他说老师 我真的从来不相信 在网上有真的东西 就感觉网上都是假的 但是自从来了优化之后 他就觉得 哇 这些人都好善良啊 班上的同学感情又好 然后又特别乐于助人 学习氛围又好 老师又负责任 他以前从来不敢相信 他说以前没有来优化之前 他还觉得网上都是拖 我们尤其是有一些学员 经常在上公开课的时候 就帮我们说话呀 或者帮我们解答呀 还有帮我们推荐呀 他就说以前 我都觉得你们都是拖 自从来了 我自己来了之后 我就心甘情愿地 变成你们的拖 由心甘情愿变成我们拖的画 敲个一 可搞笑了 说话说得特别有意思 就昨天 我们那个采迁班的那个快乐羊 特别逗 快乐羊他不是中了一个笔记本吗 然后他就跟我在聊 好 素材图 这个地方的话 是没有头发的 我们加一点点 和和你就是 是吧 你就是拖 素材图这个地方是没有头发的 其实这里没有头发会显得很奇怪 所以我们主观地加一个头发丝 你们看一下 加了之后是不是会更好看一些 肯定会更好看一些的 这是对于主观的处理 你有一个好的审美能力 你有一个好的图片处理能力 或者说有一个好的基础 你都会可以做出这些精准的判断 这些精准的判断都会让你的画面天才 你们看我画了这个脖子的头发丝 是不是比素材图要美一些 对不对 对的话敲意 哎呀 快乐羊真的在呀 你看这拖来了 喜欢波波老师边画边聊天 喜欢我就多聊点好吧 平常上YIP课的时候 就全神贯注地去讲知识点了 跟你们聊天聊少了 有点把你们委屈了 是吗 好 这里加一个这种斜斜的 飘逸的发丝 就会让你感受得到 哇哦 这个光影关系 更加不一样一些 有没有 感觉体积感也更强一些了 有没有 好 衣服的话 我们也可以 一个衣服的话 你用水彩也可以画 用彩金也可以画 这个看你个人喜好 你想要用彩金画就用彩金画 想要用水彩画就用水彩画 衣服的话是不怎么挑剔的 衣服是你喜欢用什么东西画都可以 不怎么讲究这个细节 好 那我就拿水彩画吧 喜欢我边讲边画 是不是因为我这人 有点喜欢爱讲道理 老是讲一些人生哲学 我这个讲道理的功夫一上来 就停不下来 我喜欢讲道理也是因为 我学生实在吃过很多苦的 真的是吃过很多苦的 就老希望希望大家能少走点弯路呀 能够多做一些正确的判断跟选择 比如说来诱化学习 这就是一些正确的判断跟选择 好 这个也是干话就好了 我昨天还跟那个美国的学员 美国的学员是我们超学师班的那个想学画画 跟他聊天 然后他就说 他女儿他给我看他之前画的画嘛 就说特别感谢 感谢老师 跟我在聊天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一直从小就喜欢画画 然后就没有机会学习 现在来了优化终于有机会学习了 他把他之前画的画就给我看 他之前画了他女儿 他女儿好优秀的哈佛大学毕业 那个毕业照 他女儿哈佛大学毕业的那个毕业照 然后他就给他画了 之前没学画画的时候画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来优化 就画得不是特别好 然后现在在优化学了之后吧 就能够画得比较好一点 我就跟他聊这个事情 我就很好奇 我说你什么时候去的美国呀 然后他跟我说 他是八九年去的美国 他说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 对我那个时候确实还没出生 我九一年的嘛 然后就说当时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刚刚刚在美国的时候 困不困难呀 我说那个背井离乡的 是不是也特别不容易呀 然后他就说 对特别特别的困难 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他说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就这么个熬过来了的 白天打工 也要带女儿 他女儿是 他说他女儿是他 他们出去留学的时候 他女儿三岁的时候 他们一起去的美国 然后边打工 也要照顾女儿 还要读书 现在终于有机会退休了 有机会过来学画画了 来到了优化 他也觉得好神奇的 找到优化 然后他就 他有说我嘛 他说波波老师 怎么年纪轻轻 就能够有这样子的 造诣 有点 黄鹏卖瓜了 好现在 就跟他聊这个话题嘛 其实也是因为 我也是吃过苦的人 有可能你们 对于画画这一行 不是很了解 不知道我吃的苦 有多苦 比如说给你们说一下 我从初中高中 我就是在外求学 学画画 来 那个小时候 那十几岁 就来长沙呀 这种画室 学习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小 家长也不懂 我爸妈就是 给我的知识 就是金钱上的支持 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差 所以学费还是给得起的 就跟着老师 然后来长沙 特别特别小 来长沙学画画呀 然后去各大城市 考试啊 我记得特别 因为我从小学画 是一个人嘛 一个人在外漂泊 然后有一次 好像去北京吧 我去看个画展 去看一个 莫赖的画展 坐火车去 那个时候也买不起飞机票 一个人 然后晚上 就有一个男的 就在你旁边 就老摸你头 你知道吧 就老给你搭讪 然后我就不理他 我就起身走开 然后我就走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就去睡觉了 结果那个男的 他就老骚扰我 后面我就 我就让那个列车员过来嘛 我就给列车员说 就说这个事情嘛 然后列车员 就让这个男的走开一些 那个男的也就走开了 结果你们知道什么吗 我就睡觉睡到半夜 那男的跑过来 往我身上吐口水 你就当时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后面就报警嘛 找这个陈景嘛 找陈景 他就给你道歉 那道歉有什么用呢 受了欺负 还是自己得受着 其实就是我选择做线上这一行嘛 你看我是大学刚毕业 我就做了线上教育这一行 那我为什么会做线上教育呢 也是因为我的经历使然 因为我之前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嘛 一个年一个人北漂 然后北漂的时候 又长了很多见识 长了很多见识之后 我就回来了长沙发展 回来长沙发展 我就感觉这个美术行业是吧 传统的线上画室 我也去应聘过 我也去尝试过 我就感觉 这不是我喜欢的美术教育 因为我这人还是目标比较明确 我就想当一个美术老师 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天天画画 这是我的这个目标 目标非常的简单明确 后面我就去画室应聘过 然后我去画室应聘吧 我就感觉 这个画室那些老师的水平 还没我好呢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去面试有一个男的 一嘴咽牙 咽牙 你牙齿乌齐骂黑的 四五十岁 然后一根烟 一横夹着 坐在那个沙发上 那是那个画室的什么什么校长 然后就给我应聘 当时我就没说几句话 我就走了 我就天哪 我说我要跟这样的人工作 在他手底下工作 那我不要 我觉得这人还不如我 所以我就放弃 彻底放弃做线下的这个打算 后面就找工作找啊找啊找 就发现了 有线上教育这个事情 那个时候我是05年 线上教育才刚刚萌牙 就说哇这个行业好啊 然后我就去了这个行业工作 就发现这一发不可收拾 你就认识了很多朋友 线上的学员 十几岁的 二十几岁的 三十岁的 还有姐姐阿姨叔叔们 大家真的是喜欢 特别特别喜欢画画的 因为线下教学 它有局域性 像我们长沙 很少说 我现在拿的是一个白颜料 白颜料把发丝稍微提亮一下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城市小 你身边很少有那种成年人 或者说有生活的圈子了 来突然学画画的 很少 甚至你学画画都不被理解 有这种感觉吗 有这种感觉没有 有的话敲个一 就线下我很 除了教小朋友 线下我主要的工作在画室 就是教小朋友 然后要不就是教高考考前 我很少能碰到 真正是志同道合的 真正喜欢画画的人 然后到了线上之后 我就发现 哇 这个世界可真美妙啊 有这么多人喜欢画画 有这么多人 真的是一颗刺诚之心 对于画画 人生真的是有追求的 无论别人怎么看你 怎么想你 你就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我还能帮到那么多人 就觉得好骄傲好骄傲的 这个事情 所以整个就一发不可收拾 后面就创立了优化这个品牌 然后发现了很多 更加优秀的老师 因为我们其实做老师的 有一类人士 他的专业能力很强 但是业务能力一般 什么是业务能力啊 你专业能力一般 你得挣到钱 对不对 你也说白了 你得招得到身 你在线下 或者说你能够扛过办公室的 那种各种勾心斗角的斗争 你才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的 对 我之前在谭州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谭州 谭州的那个美术的色彩部门 就是我一手建立的 后面因为谭州它就要融资嘛 融资啊 然后扩大规模呀 它就成了一个挣钱的教育企业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不是一个专注于教学的 真正关注于学生教学跟服务的企业 后面就有点理念不合 我就离开了 就是我的钱东奖 谭州是一个非常 可以说是投资人回报率很高的企业 你融资的投资人肯定是很挣钱的 但是学院就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你们如果说有了解过他们的课程 你就知道了 最过分的是他们的淘宝店 天猫店还是拿着优化的招牌去招生的 你们在淘宝上搜优化 第一个弹出来的窗口就是谭州的窗口 但是它上面的这个介绍是优化 六年老店采迁客 因为很多人很单纯 就看了优化的课 就会在网上淘宝微店就搜优化 然后搜了之后就直接报名了 发现一进去发现根本就不是优化 甚至还有人加到了其他地方的课服 有人就冒充优化 拿着优化的公开课嘛 然后就加了很多人冒充优化 然后你问他说你是优化的老师吗 他不会正面回答 完了之后报名之后发现包错地方了 这种事情实有在 因为我们优化的话一直是小而精 能力有限 没办法去抗衡这么多人 这么多机构 或者这么多其他的别有用心的人 就只能说自己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然后又有很多优秀的学员 能够帮我们 帮我们 做宣传 然后支持我们 运气好啊 加到聪明 加到真的了 真的是运气好 因为有学员是真的会被骗了 然后才找到正主 因为你进去之后发现不是优化嘛 然后你肯定就会重新找嘛 然后才会找到我们 太不容易了 运气好一点的就一次就中了 命里该学画画 这个用词太有趣了 活该你画得好 活该你优秀 我用白色 我用白色 这个就是提白液 我们水彩里面经常用的 用提白液给它勾了一些 特别碎碎的发丝 提白液勾完之后呢 像头顶这一片 头发颜色就有点浅了 然后要稍微稍微加重一下下 稍微稍微用黑色加重一下 对啊 很多同学是加入优化之后 觉得自己运气好好 但是没有加入这样的同学 还在徘徊就觉得 呀这个网上可不可信啊 可不可靠啊 是不是骗子啊 线上学习怎么样啊 真的其他课程我不敢保证 就是优化只做画画 我们有绝对的信心 把你的画画交给我们 绝对的负责 绝对的好 但是因为我们能力有限 我们不想挣那么多的钱 如果说真的是冲着挣钱走的 你想我最早16年的 15年的时候 就接触线上行业了 如果说我们是想挣钱的话 我开个音乐课 我招个老师 然后上上公开课 招招身 然后线上运营的方式啊 方法我们都懂 开个音乐课 英语课什么的 太简单了 要挣钱真的很容易 可是因为我不懂这个专业 如果仅仅只是站在挣钱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钱不该挣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那天还有学生就是问我 正好就是那个美国的学员 就是为什么咱们优化能做得这么好 年纪轻轻 我就说 我说不难呀 其实就讲你一个道理呀 三观正 做事努力 它怎么着都会有一个好结果的 虽然说可能没办法那么快报复 也没办法那么快的大富大贵 但至少说生活还是过得去的 而且晚上睡得着觉 我这个人就是那种做了亏心事 我晚上睡不着觉的人 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 能够自己 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 以前不是有学生就老开我们的玩笑吗 每次说到优化的课就是良心 其他不说良心两个字 优化的课程是最良心的 把这些发丝一画完 这个人物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说你要是想要画得更细一点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这个小树叶 它有一个白色的小叶子 给它画出来 它有一些这个白色的小叶子 应该是竹叶 画一些细节 还是那句老话 喜欢幼化的话加入进来 公开课是好咱也能学会知识 但是效率会慢一点 来YP课 还是可以能够百分百保证 你能学得会学得好 YP课咱们是认真的 咱们是负责的 说的公开课不认真一样好 这话说的 是的 公开课也很认真 只是YP课更认真 以前就有人问过我说 老师你们公开课那么认真地教 你就不怕 学生都不报名吗 不报名吗 不来你们这学吗 你们教得这么认真 我就说不怕呀 我们做事是这么觉得的 就是如果一个人 他即使是陌生人 他都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 花精力 愿意付出 愿意给你一些东西 那么你想 如果你们是关系再好一点 或者说有机会专业学习 那他能差吗 不可能太差呀 不可能差呀 对不对 总比那种一口一个 同学们啊 这个是公开课 所以学不好学不会 我不认真教 就是因为是公开课 学不了学不会 听公开课是学不会的 一定要报名YP课 才学得会学得好 你说比这样子的 应该会舒服一些吧 会舒服一些吗 会舒服一些的话就敲衣 天天比起 各种哄着骗着你 来学习 还不如真材实料的 让你感受到 画画的快乐 让你感受到 我们的赤诚之心 让你感受到 我们这么多老学员的 热情 这样子来的不更直接一些吗 对不对 也是因为如此 诱化的学员 大多数是非常好伺候的 不能说大多数 应该是全部 非常好伺候 也就是说 从来不事 优化 每年的退款率啊 可能1%都不到 偶尔有那么几个退款的 可能是家里有一些重要事情呢 或者有一些变故 继续用钱 才会退款 因为教学 只让退款的 没有 几乎是没有的 但是有过 历史上有过 那么三四次 故意闹事的 我是遇到过 我遇到过 两三个这样的学员 学完了 课程服务期也结束了 啊 跟你哭 跟你闹 说呀 老师上课没上好呀 怎么着呀 非得退学费 有一个油化的学员 就是这样 退了有七千多块钱给他 然后学完了 学完了之后 学完了之后 还说 我已经退款了 我是真的是求着他退款 我说你把我款退了吧 我不要你的钱 我求求你 你就退了吧 我真的是求着他退的 我太折磨了 天天道德绑架我 我天哪 遇到过那么一两个 我真的好煎熬的 晚上凌晨一两点都要找你 说你 就是 说你对他怎么样 就恨不得老师 就是他一个人的 老师只是给他一个人上课 我是遇到过 太吓人了 我一般遇到那种 特别难伺候的人呢 我就是情愿就是 你走 你走 我把钱退给你 你别祸害我 有没有跟我的性格是一样的 对于钱这个事情 我觉得 咱要就开开心心的 要挣钱就挣得开开心心的 如果挣钱这个事 让我觉得很难受 很痛苦的 情愿不振 遇到过啊 遇到过一些可怕的人 真的遇到过的 很吓人的 之前 睡皮老师班 还有一个女孩子 也是 就是恨不得要逼 睡皮老师 以身相许的那种 就天天 天天就是那种 闹啊 吵啊 就是睡皮老师不理他呀 睡皮老师不爱他呀 一个女孩子 后面也是 我说你再闹的话 我就给你全额退款 你到时候你就出去吧 睡皮老师 我就说睡皮老师 我也把他 我就吓他嘛 我说你再这样闹 睡皮老师 我都不让他上课了 你再这样闹的话 后面就不闹了 形形色色人都遇到过 但是很少很少很少 你说三 我们已经五年了 四五年了 才遇到三四个 不多 为数不多 很少很少的了算是 好 把这个脸颊轮廓线 我再给他扣一下下 显得更加的 俊朗 我觉得越是优秀的人 他才越 有能力提要求 其实学习也是双向选择 你选择老师 老师也选择你的 一般有的时候 像堂堂老师 他们做课程咨询呀 就有遇到一些那种 不是特别好伺候的 比较难缠的 那我通常就说 咱这人咱不说 咱不说 咱就说抱满了 不要 实实在在会这么做 我一点都没有说 你就是说去炫耀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 事情是双向的 然后咱们钱是要振 是吧 工作也要工作 但是咱们也是有选择的 是双向选择 墨利小妖 你自己也是这样是吧 我也是这样 咱都是这样 墨利小妖自己开了个画室也是 你像我们 墨利小妖也是我们的学员 自己开了个画室 一年也能挣一点小钱 但是也比较辛苦 好 脸颊这边 深深地轻轻地加重一下 这样子体积感会更强一些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看一下 脸颊这要轻轻地加重一下 有一个小细节 小波浪你怎么了 小波浪今天我在追这个山河令 这个剧你知道吗 然后追剧的时候都让我想起了你 追完追剧的时候 我都给那个小爱老师说 我是怎么办 我一看到这个剧 我就想起了小波浪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那个剧里面 有一个人发弹幕 那个发弹幕的是四伯说的 就因为他们说 那个配音没配好嘛 然后有一个人就说 大家不要为了一个配音 而在这里 在这里就是 我护骂吧 大家都是姐妹 何必呢 就看到这句话 我就想起了小波浪你 你知道吗 因为你经常在班上说 大家都是姐妹 不要这样子嘛 所以就让我想起了你 小波浪因为他是个男孩子 可是他在班上 就经常喜欢说 大家都是姐妹 不要这样 就很搞笑 好 把他的这个头发 用这个棕色轮廓再画一下 你们看 这个棕色 把这个发丝 跟着发际线这样画一下 是不是感觉这个头皮 跟他的头发显得更自然了 你们看素材图 素材图因为他是贴的 那种假发套 所以素材图这个地方 感觉就是有一种那种 毛爷爷的发际线的感觉 有没有 有的话敲一 它不是很自然 可是像我们的话 用棕色 你看这样子画一下 就会有一种毛发 真的是从皮肤里面 长出来的感觉 有没有 有的话敲一个一 那你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呢 用一个棕色好 顺着这个毛发的生长方向 树向这样画一下 能树向这样画一下就好了 顺着毛发的生长方向 这样子树向的画一下 它就会有 是从头皮里面长出来的效果 好了 那我们这个人物就大功告成了 最后再教大家一个点金之笔 这个点金之笔是什么样的 来看一下 我先把他的这个眼睛再加黑一点点 最后再教大家一个点金之笔 去撒一些墨 撒一些水痕 好 这个水痕的话呢 你要把脸稍微遮挡一下 用纸径把你的脸 稍微遮挡一下 好 然后再调一些 调一些这样的深色 可以紫色加一点点黑色 紫色加黑色 调出一些这样的水彩颜色 这个水很多 你看笔上的水很多 再接着干嘛呢 再这样子 在画面敲 或者这样甩 甩上去 这样子你的画面 就会有很漂亮的 这种墨彩的感觉 如果画生了的话呢 你就沾一下 你看点一个水珠 从高空中抛下了一个水珠 看一下 是不是有了一种 古风的 并味 古色古香的味道 有没有古色古香的味道 有吗 对 画在背景上 古色古香的味道就有了 好不好看 好不好看 好看的话就敲个一 好 这里是她的人中 人中这儿 我也给她加一个小高光 对啊 超级好看吧 那我们一个古色古香的 箱子的水彩人物就大功告成了 把她的胶带撕掉 那今天这张画我说了 即使是小白也会哦 你们只要有水彩纸 有水彩笔的同学都可以试一下 效果非常的好 我把它撕掉 画个小胡子就更好看了是吧 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画个小胡子 记住哦 我的水彩人物课堂 下一个月就开课了 期待大家的加入哦 我们水彩人物的话 这一期的招生预计是五十个人 现在已经报了三十几个了 还差十来个人 还有十来个名额 为什么只招五十个人呢 因为上一 因为这个上一期是第一期招生 人数就稍微招的多一点点 然后上一期的话 我事情不是特别多 我天天看作业我还忙得过来 今年的话我事情比较多 我就忙不过来了 所以招生人数就限招了一些 没有招那么多 招生周期也短了一些 这个胶带不好撕 我要把胶带撕好 喜欢的话呢 就关注烟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来加入我们的课堂好吗 等一下我把这个胶带撕一下 助理老师的联系方式 在优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找到 谁这么幸运得到了 波波老师的话 上一 我在这一周 然后有一天画了一个女孩子 我也不知道是谁得到的 因为我画完了我就交给唐唐了 我一般就是他们给我安排什么活 我就干什么活 我今年会特别特别忙 我今年事情特别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明年要打算怀孕残子了 明年打算新宝宝了 今年要把所有的工作 尽量尽可能的交接出去 把所有的课程 能够让其他老师带的话 就尽可能让其他老师带 所以今年会很忙 我的课程的话 都会名额限召 油画呀 然后这个水塔人物 下半年开的课 全部都是限召人数 大概都是会控制在 五十个人左右 不会超过五十个人 好 换完了 搞定了 哎呀 这个时候是不是不签一个名 感觉有点不是特别圆满呀 好 签一个名 好吧 签又画 又 画 威斯 播放 二零 二一 三月 二十 搞定了 明年的油画悬了吧 我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因为如果我怀孕的时候 身体状况可以的话 那课程可以正常上 只是控制下人数就好了 因为我们优化的课程 跟其他机构的课程不一样 因为一般的线上教育课程 其实上一个人跟上一百个人 或者上一千个人 都是不打紧的 为什么呢 我就是上课嘛 上课你一个人听课 跟一千个人听课 是没有区别的 那优化不一样 因为优化的话 优化的所有的课程 每一天都要跟进服务 每一天都要进行作业指导 所以我就只有这个经历 给五十个人看作业 或者给一百个人看作业 大家能够理解吗 能够理解的话 敲个一 就是因为优化在服务 这方面做得好 那么学生的效果也学得好 大家学得也开心 所以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比较良性循环的 那如果说我们只是说 站在挣钱的角度 我能招多少 我招多少 其实是很挣钱的 因为我 比如说我能招多少 招多少 我可以把课程价格降低一倍 我可以四五百块钱 可以报一个班 那你看我们优化 优化基本上每一个月 大概有一千百个人 加到我们的客服号 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 就是我们的流量是比较大的 那这些人如果价格很便宜的话 我以前一个月招到四五百个人 都是很正常的 可是招这么多人 真正想要把你交好 是很费心思的 我招这么多人 我交不好 其实是砸自己的招牌 优化呢 又不像一些 偏向于资本企业的企业 你要偏资本一点 主要就挣钱嘛 反正我挣了三四年前 我就可以走人了 我就可以不干这一行了 我就可以去教其他东西 去挣钱 可是优化呢 不希望走这条路 希望优化就是 十年二十年之后 优化都还在 然后十年二十年之后 你能翻出优化的视频 翻出优化的历史 遇到优化的学员 都会大家给一个 很中肯的评价说 优化负责任 优化很棒 优化很好 我们是希望有一个 这样的结果的 所以对于每一个招建的学员 我们非常的费心 上课也是 上课一上就是几个小时 晚上之后看作业 每天都要看作业 所以明年我怀孕了的话 我不确保能不能正常上 但是只要我身体OK的情况下 课程是正常进行的 只是会把人数控制一下 可能之前招五十个 限制到招三十个人 都是有可能的 具体的话我们所有的课程 都会提前三个月到半年招生 所以你们报了其他课程 或者想去其他课程的同学 关注一下 找科夫老师了解咨询一下 就好了 好吗 也不要太过于担心 好吗 好的话就敲一个一 我们就下课了 优化的课程 只要能开的 你就放心的学 是绝对保证质量的 我刚刚也说了 我们就是属于那种 你要觉得学得不好 你想退款啊啥的 我们基本上都是可以满足的 因为没有说学不好的 这一说的 我每次 每隔一两周 就会有同学跑过来说 哎呀 波波老师 去外面转了一圈 感觉还是咱们优化的课 是最好的 也有些同学就说 哎呀 波波老师之前 上课的时候 我没有跟上课 感觉很惭愧 最近有时间听课了呀 感觉听一下路波 收获好到 感觉还是我们优化的课程 知识点最扎实 这种反馈是 经常经常能够得到的 也说明我们做的这个事情 是正确的 我们做的这个运营的方法 也是对的 所以我们才能够 一直这样坚持下去 好了 我就不多聊了 期待大家的加入 期待大家能够有一天 像我一样 把画画当中 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也能够像我这样子画画 能够这么潇洒自如 能够画出所有 你自己喜欢的作品 好吗 希望你们都可以有 这一天 有机会的话 都可以做到的 好了 那我就下课咯 头顶上的头发 还有一点点塌 所以我给它再加一点点 小小的碎发 我刚准备下课 我就感觉头顶上的头发 有一点点太塌了 再加一点小碎发就好了 好 走了好 拜拜 晚安哦 我们 我们就是 下一周不见不散 水彩公开课 我大概还会上一到两次 下个月我 下个月我就要开始上水彩 YP课了 就没有这个精力 来上这个 公开课了 好 拜拜 拜拜 走咯 晚安 早点休息 好 拜拜 好 拜拜